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哈喽 大家好 今年龙年第一步 然后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从超西聊起 我们的嘉宾孙岩老师 袁袁老师 少了一位格宇璐老师 因为他在外地实在是凑不起 为生存奔波 为生存奔波 对对对 但是我们跟他说了 下一次必须要会合了 对 其实刚才我们开播前也简单 还在那瞎聊 说好像这个主题会容易变得沉重 对吧 孙岩你要不要先唱首歌 对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特别容易上升到道德层面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在 就是一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就会想到我们会从我们艺术圈里面的某些事件开始聊起 其实我我恰恰不太想从那个事件聊起 对对 我我我我我觉得还是这样 我们先稍微放松一下 对对对 嗯 我我我我我那个临时临时创作一首歌 我倒吊 招的 这么早就把包包给切了 对对对 这好 就是比如说 比如我我我 我想一个谱子 你们想一下 我先想一粒谱子四四排的 RA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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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O MI SO DO LA DO RE DO SO SO MI LA SO MI MI SO DO RE RE 这个 这个是一个四次拍的一个谱子 反正听起来似曾相识啊 不管什么不管了 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 我们找一首 Sahně Jehandy 不限编歌词了 我就找一个比如说 《韬ше云魚》 分两句 我们把它塞进去 唐人依旧歌词是 带走一盏雨火 温暖我的双眼 留下一段真情 停过在风桥边 带走一盏雨火 温暖我的双眼 留下一段真情 停过在风桥边 好像反正很难听 对吧 感觉跑掉了 这感觉对不对 特别难听 但是还能混 比如说 比如说我要是说 交女朋友 或者是给亲人 我写一首歌 我反正糊弄一下 有个意境 有个调 但是呢 这个其实就是我抄的 你说的没错 这是我抄的 因为我完全不懂音乐 我完全不快 那我怎么可能写一首歌呢 对吧 那我只能 我就抓一首歌 那我是怎么抄的呢 我现在 我现在在说这个谱的 都都 搜搜搜 拉搜米搜 我们把拉搜米搜去掉 这是个拐弯 然后兜了都 我们把兜了都也去掉 然后 搜搜米拉搜米 这个拉搜米搜拉搜米 也去掉 然后把这个所有重复的音符都把它合并 然后这个还是四分子拍四四拍的 然后把它速度加快点 有点像进行曲是什么呢 是这个 所以我想想 忘了 从哪抄的 从哪抄的 对对对 没事 你说你的 对 是这样 好 你说你的 想起来了 从哪抄的 这个太业余了 简直是吗 这是 sou so so la do right do sou so so mi so do right 这什么歌啊 啊 这是完了 看来你还是还是不行 这水平太差了 啊 是这什么歌 方舱医院真神奇 治病酒用交育机 就是方舱医院真神奇 实际上呢 我是想 哎呀 就是方舱医院真神奇 如果我把这个歌 我把它那个就是抄袭一下 然后把它改头换面变成一个别的东西 到底行不行 因为因为对于我这种水平的人来说 我们怎么可能自己写歌 就是天方夜谭的 我只能靠抄 对吧 那那实际上 实际上今天的比如说流行音乐 嗯 这种就每每年的这个网络网络乐歌啊 这网络歌曲 都有网友大量的拔出来 说都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国外的歌曲里拔的 这个不管是是你的唱选 还是你的这个和弦走向啊 还是什么配器 还是反正组织啊 对吧我们就是近期看繁华里面都有这个像这个美剧的 继承者 对对就是哎都都有这种问题出现 那看来就是说大家可能都是一种在做啊裁缝拼凑啊 这种这种用这种方式来来创作 对吧那这一方面来说就是对于创作来音乐创作来说这个这个东西是很很尴尬很难看的事情 对吧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我这样完全不懂音乐的人你真真要写一首歌我怎么我又就想满足一下 虚荣心啊让别人觉得我能写个歌我怎么办呢那我不是只能抄一首歌吗 嗯对吧那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但是你这属于业余爱好呀 不是对吧我我觉得我连业余爱好都没有就是纯不会了就是纯不会就是就是我刚时临时想我就蒙一下吧就是 因为我们刚才就是之前先聊这个抄袭的问题聊着聊着这个问题就严肃了 我觉得我们开锅的时候我们不要太严肃吧是是是所以我就我就露点欠 就是操了首歌对然后结果弄的很恶心他说的是对的为什么他是纯不会啊然后呢真正会的那会的人抄就是原创啊啊啊不会的就是他这样露欠为什么说我们说那个就是这是这不是我说的嗯他说其实那个你就是想做的和别人一样你这个原创呢其实就属于抄袭失败嗯 嗯就是你你抄失败了没抄成一样的然后他就成为原创了所以他是因为纯不会对吧你就没成为原创对对这个他是纯不会他就沦为这个了啊他这里头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今天那个说是这个呃虽然特别露窃啊但是这个给我们把这个把这个聊天的场合打开就是别那么严肃但是呢我觉得呢是那个 这个我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从抄袭聊起嗯之前那个呃呃那个孙苑跟我说我们不是原来定标题的时候说从艺术抄袭聊起对吧你把艺术去掉了嗯对那实际上面这个去掉也是很有必要的对就是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谈那个抄袭的时候其实这个词一出来就已经带着道德审判了嗯就我们只要谈抄袭本管是抄什么啊嗯只要这个词一出来就已经带着道德审判了嗯就我们只要谈抄袭本管是抄什么啊 一出来他就差不多已经是一个不道德的词嗯已经是带着一个道德审判的词出来那我们要聊这个抄袭呢可能就首先我就想聊我先从那个根上啊那个先开个头嗯跟上开个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抄袭这个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对这个抄袭的一个自己的理解对吧不管你是不是艺术家啊就是日常生活里头我们都会有一个对抄论玩啊对 不管是什么吧反正从小抄作业嘛对吧谁没抄过吗对吧就是肯定抄的比自己写的还多对吧那我想说先从那个词语上面来说就是这个词语的这个词和内涵它是特别有历史变化的它的内涵不是今天我们今天会对抄袭有个理解但这个理解不是自古以来就这样的它是不断的在演变的是有历史性的嗯呃 那就好比我们打举个比方那个比如说100年前像谢荣你要穿裙子露胳膊露大腿那你就是这个不道德的女人嗯对吧嗯但是我们今天肯定你不会用那种道德观念来看了对吧所以呢我就举这么一个不算那么恰当的来谈抄袭这个概念它也有语境也有历史的那个演变演变当我们谈它有历史性的时候就是它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变化呃然后呢当我们说它有语境的时候 就是这个概念在艺术圈里头嗯甚至是我们说在视觉艺术包括刚才孙一指的例子在音乐里头嗯在文学里头在日常生活比如说学术圈里头嗯对吧那它都会有它不同的语境它的内涵都不一样对对吧所以这个是我想说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想说那个我们谈抄袭的前提是我们认为它必定是抄了一个东西 它有一个原作有一个原始的原作在那因为没有原作就谈不上抄袭就抄袭这个词就是它的这个词语之所以你对它的这个判断成立就是先得有一个抄的原作抄谁对吧那么就说当我们谈抄袭的时候我们就认为首先有原创嗯才会有抄袭对吧没有原创没有原作的概念就不存在抄袭的概念对对吧好那么这就 就变得特别值得谈了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那个我就回到艺术里头啊艺术里头有前现代嗯现代和后现代嗯那么我们谈抄袭这个概念的时候首先它的基础是你认为有原创有原始的创造者对对吧好那么当我们说原始的创造者就创造这个词creative就是在英文当中 嗯这个创造这个词在前现代人没有创造力嗯就是只有神嗯才有创造就创造这个词专指神嗯是神性不是人人是被神创造出来的嗯那一个被创造物怎么能够有创造呢所以说前现代在那样的语境当中创造这个活动就不属于人他是神的范畴 好那么我们说那么这个创造这个活动属于人的范畴的时候是什么已经是现代了对当然这个现代呢要稍微往前推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回到艺术当中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嗯开始有人的主体了人的主体被建构起来了有人的自我意识了这个时候创造这样的活动才归属于说人可以有创造性的活动嗯这个是说到起 我们讲的现代还是伴随着你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兴起创造这个活动才能说有人的概念因为你回到柏拉图柏拉图说理念嗯然后我们哪怕现实当中的一切都是对理念的模仿至于艺术呢那是对模仿的模仿对吧所以是最低等级的所以你可以在哲学里头也好还是在宗教里头也好当我们说这种创造性的活动归属于人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现代有人文主义精神出来的时候嗯才这个活动被归属于人嗯然后当我们又谈到后现代的时候呢框基把它打翻在地因为后现代就否认所谓的原创的概念否认就是我们讲到那个所谓原作也好原创也好所作者身份也好所谓你的这种所有对这个作品的所有也好全都在后现代恰恰那个现代建构 起来的那种原创的概念那个所谓天才的浪漫主义时期的那个天才的概念通通都被后现代的思想掀翻在地所以我们在当代艺术里头看到特别多的作品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这个雪莉莱文嗯他直接就翻拍这个呃艾文斯的照片嗯那他原本不是翻拍艾文斯是翻拍那个韦斯顿但是因为韦斯顿的作品 是有版权保护的所以他这个他觉得有法律纠纷然后呢艾文斯的作品呢是被美国的官方委托他去拍的所以他是公有版权所以他直接去翻拍这个艾文斯的照片原样的翻拍那你想你你如果说抄袭或者是剽窃我直接翻拍你的作品然后我的标题就叫艾文斯之后那我们在当代艺术当中 当然认可的是雪莉莱文是极具当代艺术价值的作品而艾文斯只是在摄影史上面的一个那个照片而已所以截然不同所以我们看到划分一个时间从前现代就是这个前现代创造这个活动是归属于神的人是个被创造物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抄袭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人根本不够 整个人就没有创造性的活动归属于你没有创造性的权利对所以是伴随着人文主义的这种精神从文艺复兴以来才逐渐到浪漫主义是个高潮对吧然后在我们讲的后现代又把这个全部包括罗兰巴特说作者已死对吧然后把这个所谓的那个原创以及浪漫主义时期的那种天才然后作者的身份通通给他掀翻在地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 要知道他的那个历史的严格这个延续下来的一种那个变化当我们在今天谈的时候我就先抛到这里一会可以再聊别的对对对对对我们也说了嘛我们也不想从这几年这么多的爆出的一些事件重点来不是要谈这个事件啊我觉得后面可以波及到啊对对对肯定要谈案例这是躲不过的但是呢就说这几年的确报 就算爆发了吧很多这种所谓的抄袭事件嗯然后呢也引起轩然大波嗯无论公开的谈论还是私底下的谈论嗯我收集到的信息啊基本上都是从道德层面的前置嗯对所以刚才就双眼儿讲到了其实嗯抄袭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肯今天我们三桌的这儿肯定不是谈他的道德问题对吧 会谈对不是谈个体的道德问题但是会把它在一个呃就是真正值得去谈的层面来对对对嗯其实那我现在就是说虽然我们刚开始开场我们也很想轻松一点哈嗯但是毕竟这个问题的还是有一点严肃哈哈哈对但是就说我其实还是想呃就问问你们俩嗯你们俩怎么我们放看当下吧刚才圆圆梳理了一下这个抄袭这个概念从现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 到到包括到如今到当下他的一个概念的一个一个演变哈嗯那我们还是把它放在当下我们来谈嗯关于这个抄袭你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但是因为你们艺术家一个艺术批评家嗯就是我觉得你们从自身那比如说虽然我们虽然今天把艺术从艺术抄袭谈起改成了从抄袭谈起但是我我觉得你毕竟是个艺术家我觉得你能不能还从艺术的角度 从艺术家的角度你怎么看抄袭这个事就是就是呃从从从艺术家角度来说我觉得呃艺术家不应该管这个事呃嗯这事跟艺术家没有关系嗯啊因为你就是呃基本上就是这个呃一个呃所谓创作活动或者你参与艺术呃在里面怎么样就是呃基本上是在 呃这个呃艺术当中你你你跟所有的人共享或者是呃怎么样呃就是就是我觉得就这这你你不需要管这个呃其他的人做什么不是比如说我我我我做了一件事然后这个这个这个这事做的还不错嗯嗯那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说大家认为呃好作品或者是典范嗯那这个这个典范他就有一个呃责任或者意义就是呃大家 呃通过模仿或者是借鉴或者是挪用或者是致敬或者是呃怎么样反正有很多方法甚至就是说我在你这个基础上在创作或者我觉得你这个还不行我我要我要讽刺一下你这个东西呃因为本身致敬实际上就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可能他就直接来把你这个东西呃复制出来呃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呃做一种呃 啊讽刺式的应用比如说像坤丁或者周星驰在电影当中致敬的那些电影当中的经典对吧嗯嗯嗯那那就是大家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就有点像一个同人创作嗯嗯对吧就是我们看在艺术的份上我们不去计较那个那个那那那些问题我们就是面对艺术来创作一件事然后这个最后的目的就是这个东西越弄然后我们觉得越越好越弄越 越接近神了啊就是巴别塔要立起来了就这时候感觉是很很很happy的对吧嗯那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个这个就是道德上的问题就是当他出现了这个功名或者是利益嗯嗯就是出现那那就是这个这个这是关于分配的啊关于分配的那这个时候就到就是比如说你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哎你怎么获得了那么多我都我都没获得 可是这个东西是是我先弄出来的然后你拿去又又弄了弄结果哎你怎么合得那么多那那我如果我要是不差钱我也就不管了我还挺缺钱的你你又不分给我那我得跟你说一说这个事对吧然后我跟你说的话你又不听那我只能借助法律来跟你说嗯对吧就是最后那就变成了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这说起来好像是哎如果有有这个呃大量的抄袭现象 就在呃这个文学创作也在音乐音乐量最大啊音乐里为什么上来我是先先先我先抄袭 虽然我会会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在流行音乐方面这个这种嗯我们都不能叫抄袭因为就是抄袭你都把这个事就是一下把它定成了一个道德化就是谁道德高谁道德地他就叫相似相似性或者相似度嗯对吧就是某某一首歌出现了 跟另外一首歌的高度相似对那这个时候他明显的这里面涉及到利益分配问题嗯对吧那这个时候才出现了道德问题就是比如说抄袭或者剽窃那这这这样的词一出现他就带着道德指责出来的那出现了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因为比如说现在的确很多艺术家也有些艺术家就面临这个问题那比如说有人告他了啊告他了你的确抄袭我了那这个时候艺术家 所以在在在音乐上有很明确的规定艺术上就没有就是这是个问题嗯嗯嗯就是说那个那个文学里面也有也有的话但是不好逮嗯比如那个郭敬明和那个余正这个他们都有有有官司对吧就是有很具体的就是人家拿出证据来你跟那个东西出现了相似嗯对吧那那他那他就是在法律层面他有一个说法 嗯嗯那像这个音乐方面他都没法去说这个这个我我我我我我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有一个这个月评人叫叫坏蛋王师傅啊叫王硕这么一点他他就说了举了几个例子就是这个在音乐里面的这种所谓的抄袭就比如说比如说那个Nirvana啊他他有一首著名的歌叫come as you are那那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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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 歌的前奏就是一个非常有名就所有的这个练吉他的人玩摇滚的人一上来都会练的这个这个这个吉他旋律就是就是这个那那这个这个东西呢不是他原创的嗯它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乐队对对对对那个乐队叫叫kangel啊那他这个这个东西就直接挪用kangel的一首歌叫80年代嗯啊但是呢那个歌跟他这歌完全不一样 一样的气质而且这个呃呃呐呐这个这个这个歌出来以后他特别有名的传长度特别高那实际上人家就需要跟你有一个说法对吧因为你这个东西你你你你用了我而且用了人家旋律是吗就实际上是就是用了吧但是但是因为都有歌迷嘛这个你不能说抄袭这个事就是就是他在法律上来说就是叫相似度很高啊对吧那相似很高人家人家经纪公司就要来找个说法 嗯啊那实际上呢这个事就是能玩的主唱的科本他呃自己也知道所以他没有把这首歌作为那个主打歌曲放出来那就说明这个这个东西他自己也清楚会有问题嗯但是呢出现了情况就是他94年这个呃巡演的途中他自杀了啊那结果人家那个乐队就不好追究了这个事然后最后是靠能玩了的鼓手去呃等于帮助那个乐队去 去做了一个制作去给人打鼓然后就等于把这个情面还上了这个事就没有去追究但是呢呃有些歌就出现这种追究了比如说就可能某个歌手发行一首一首歌然后被一个老牌乐队发现你跟我高度相似嗯打官司打官司以后那首先先进入诉讼环节然后庭外和解两人双方谈钱就是嗯啊是不是共同署名的第一个嗯共同署名第二个是 就是板税问题怎么分嗯啊这个谈好以后然后结果呃他们刚谈好又出现一个女歌手唱了一首歌比他那个还还相似哦哈哈哈那那那然后经纪公司就要就打女歌手然后说这个呃这个事怎么解决女歌手说那40%吧哈哈哈就分唱哈哈哈就是就是40%我我能决定再高了我我我我决定不了哎就是那么就说他们在遇到这样的事那很显然 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都很熟练啊对吧就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不然的话怎么人一说呃那那那应该先先是不承认我就是我我没听过你那个我自己想出来的啊我的晚上夜里头我想出来对吧哈哈哈上来就说40%就就解决了对吧然后这是这是一个案例就是就是他们是靠分分版税来解决那还有一个是也非常有名红辣椒乐队的一个呃一首歌然后 然后跟这个一个呃呃叫伤心人乐队的一个乐手啊叫汤佩提他的这个作品又高度相似了那高度相似那结果就被滚事杂志编辑人家就就就是看热闹不见事大啊人家打电话说你听了那个那个那个红辣椒的新歌是吗嗯听了那个呃像不像像啊那那那那你起诉我们不起诉我们那么写歌那写了那么多歌呢互相有点像这算什么呀 就算了吧就就说这么着了就那那这这个我觉得那这个汤佩提我就比较比较敬佩就是我觉得真是有艺术家范对吧就是我对这个事哎呀这有什么呀汤佩哥多了去了这我根本不在乎这个对吧就是这是一种不同的解决方法嗯啊但是但是呢他们这种解决方法呢都是等事出来以后解决啊这个跟跟比如说呃过去八九十年代 我们这个中国的呃游行乐坛实际上就是等于掉在一个大坑里了嗯因为当改革开放我们自己也原创歌曲还没有的时候然后就外外歌曲直接就进来了全部是港台歌曲模仿阶段那港港台歌曲呢也不也大部分不是港台歌曲都是从日本过来的嗯啊那时候那时候这个呃整主要的受受影响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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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是传播到香港去的啊主要三个日本音乐家一个是呃中道美雪一个是呃古春心思啊一个是玉之浩二嗯这是量最大的量最的第一个中道美雪中道美雪有七十个首歌一百多个版本嗯对吧我们熟悉的像是王妃的什么容易受伤的女人人间任天其那个伤心太平洋啊什么那个张力军漫步人生路嗯啊 那个什么范围奇的心中梦想的全全中道美雪原作买了变起版本对然后古春心思也有一个堆也就是什么就是星啊什么这这种的然后那嗯像我们我们所知道的所熟悉的比如说这个那个叫什么呃千千雀歌啊是千千雀歌还有一个叫西洋之歌这个是同一首歌 歌的两个版本啊啊都是近藤真雁的啊啊而且这个这个还是很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近藤真雁当初跟那个梅艳芳谈恋爱然后就把这个歌给了梅艳芳然后呢呃他又偷偷的背着梅艳芳把这个卖给了陈慧贤的经营公司然后呢陈慧贤的经营公司呢填了个词就叫千千雀歌然后梅艳芳呢把这个歌做了那个英雄本色的篇园曲就叫西洋之歌 结果两首歌都出来了当年都去打榜就是两首一样的歌去打不同的歌词不同的人唱的对吧就是就都出去打榜都出现这种情况啊对吧但是呢呃有他是合法啊为什么呢他都买了版权都买了使用权那么这是那个年代就是就是我们听到的呃呃港港台歌曲虽然唱都是日本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以为是对对对对香港歌星一张嘴都是粤语 我们那时候唱歌的信息不对称不会中国的歌全会全会唱乐语对吧啊其实都是日本歌但是日本歌呢人家是合法使用的但是在今天其实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呃呃就是比如说某个著名歌星啊这个这个就其实是公案我就可以说明就是大长伟对吧大长伟他一张专辑那被人说有有多少个抄袭或者相似或者是怎么样出现这种情况 啊但是这种情况他其实不需要预先去去去解决那只是只是就是那经纪公司来了日本的经纪公司来了说你这个跟这一段跟我们这个已经是这个太相似了这个怎么解决那你就起诉然后我们庭外和解就商量这个版税怎么分就完了就是他所以他可以理直气壮就是那你你你你你你你不来找那就无所谓因为说明我没影响到你的市场嗯嗯 你要来找的话那我们就谈怎么分就完了所以大家说说这个事呃又抄袭也好或者是怎么也好但是他在音乐圈里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解决方法而且这个解决方法他其实很好判定他有一个法律规定就是说呃你在一首歌里面你有八个小节是一样的那这个就就判为抄袭了或者就判为这他有一个判别的判断的标准对那那那就是你你需要用几种方法来解决就是是不是 不是要双方那个和解然后联合署名或者是我干脆就就跟你分跟你分的话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的作品还是你的对吧就是你还是保留了你的歌这是你的歌那个是他的歌都有只不过就是你在发生当中你挣到的这个这个钱这个利益你要分给我哎你分给别人了对对对对吧这样大家都有作品虽然那作品都很近似对对对对对对哎但是现在 我现在有粉丝急得不得了说你们别来老聊音乐了聊聊艺术圈的问题吧哈哈哈因为我聊音乐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音乐里有现成的解决方法是是是是我们是那个抛砖影域哈其实呃我们一会会聊艺术圈的问题啊但是呢我其实要接着孙元的话其实当年王菲的很多歌包括他的造型完全跟那个别克是一样的 嗯就是说那个时候港台就是超就是国外国外的有时候别克什么样王菲造型就是怎么样那个塑料衣服啊那些就是说他那些很古灵精怪的造型其实都跟别克学几乎是有些拿出来也对比了有些后好事者愿意来找找茬的哈一模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在音乐圈的确它是一个至少在港台哈我们看到的我们的生长成长经历看到的 我真的是是一个有一个时代是一个现象啊好我们聊聊那个艺术圈的大家就刚才接着孙元的话说就是我们当我们谈那个孙元刚才讲音乐圈的事那我就可能说我们在音乐里头细分一个比如说嘻哈音乐嗯其实它不叫抄袭叫采样嗯就sampling因为那个最初我们讲嘻哈是从黑人的这个所谓的贫民窟出来的对吧你怎么可能有钱去买音乐的 设备然后你去录去找录音室呢所以其实你就是从唱片里头截取一个段落然后你可能有的是原样拿过来一个一个截取其中一段有的是可能你截取过来这一段又切割了然后再混合那个就看不出来那个原始是什么样子了对吧所以在嘻哈里头专门有个词就是挖掘底对就是你你听我这个从哪个专辑里头那个挖出来的这一段对所以他不叫抄袭所以你某种他那个有个 专有名字叫采样所以也就意味着我在我这个嘻哈音乐史你就可以说我是采样史然后也可以说我这个就是抄袭史假设你去对应你去谈的话对吧他就因为他所有的对嘻哈而言他重要的是说唱是说的那个部分我来填进去那个说的我会去改变他有特别多的他自己的那个独特的创作形式在里头所以至于原本那个样本那个从哪来的从哪个里头来的那个根本不会影响到我的音乐的 这个所谓嘻哈音乐的创作价值对吧好那么当然现在也会有授权你说你从哪采的样可能原来你是要争得原本音乐的授权然后我们回到抄袭这个词语上面来我们仍然在追溯这个词因为刚才苏元讲到音乐圈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关联跟我们谈这个艺术是关联的为什么呢这个关联的核心的话题苏元讲音乐圈的案例就说音乐圈怎么分账这个事怎么解决就是相似是很是是特别普遍的事情 就是肯定会撞那我问一个问题那你你作为艺术批评你作为艺术家你觉得这种相似性和所谓的我们暂且只能用叫抄袭借鉴什么什么的你们觉得做作为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批评来讲你们觉得可取吗不你先不能那个我先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我先得接着苏元的话说苏元讲音乐圈里头有一整套方式来去对来去这个回应对吧他不会整天打口水仗 你懂吗也不会他成为一个一个话题一个事件那么实际上面苏元刚才讲到这个案例就跟我们谈抄袭这个词源有关系因为刚才音乐有他自己的一套经济生态我们谈的是经济生态版权然后版税然后怎么来去分账他是有一整套的他的经济生态这一个音乐的经济生态跟我们讲的今天的这个当代艺术艺术视觉艺术作品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经济生态不一样 我们是藏家画廊市场然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艺术生态而音乐是说我的版税然后那个演出播放等等各种去去使用我的这个所以他的经济生态不一样然后但是他们都关联着那个实际上关联的那个核心共享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作品作为一种财产我们谈版权的时候是一种财产财产的所有权 是在这个问题上面那么你就要回到抄袭这个词语当然我们中文已经看不出来他的含义了所以我们回到英文的这个对应的这个词语叫Plegiarism然后这个词语原本的含义是指绑架奴隶和儿童绑架奴隶和儿童对就这个词源的最初的含义这个抄袭我们讲或者说剽窃它原本的含义是说绑架奴隶和儿童好那么之后再到我们讲的英语 因为我们讲的版权都是特别现代的事情了对所以它引申延伸过来的含义当你说绑架奴隶和儿童的时候其实它都是关于我私有的你懂吗所以这个抄袭就本身那个词源上面就就跟所有权跟私有的财产是勾连在一起的我们之后的版权也是从这个从财产的这个私有财产这个脉络上面来的 所以就说音乐它的经济生态使得他探索了一整套的方式来去这个财产怎么翻账对吧然后他就解决掉了这个问题对吧好但是呢我们回到这个视觉艺术里头来为什么我们刚才讲了现代这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因为后现代里头尤其是很多就我刚才讲雪莉莱文的例子还有其他的有若干艺术家他本身就是反的 他用抄袭的抄袭是他的一个就是他的创作观念我就要用抄袭这样一种方式我用这我之所以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就是我反的就是这个私有制的这个经济你懂吗我不认为艺术或者是思想是私有的我认为他就是公共的他就不应该用私有的这个经济的观念或者把它纳入到这种私有财产的经济体系里头 所以这种艺术家这种当代艺术家他跟上为什么他又用抄袭的这种方式他就是要挑战你们把这个所谓的作品艺术变藏财就把它放在属于一个私有财产的范畴里头他想要颠覆这个 你懂吗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那个关键的争议为什么有的艺术家他的这个作品完完全全是我们看到一模一样翻拍对吧没法再一样了但是为什么他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那实际上面他在观念他之所以用抄袭他抄袭的目的不是为了我通过抄袭去盈利抄袭是我的观念就是抄袭恰恰 他是我作品要表达的那个意义就必须通过抄袭的方式因为抄袭关这个词语之所以成立他就关联着私有质的这个经济 我要挑战我认为艺术和思想不应该是私有的他就是公共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声称说这个艺术这个思想是我原创的去你的怎么可能呢 这个我认同哈那现在也比较尖锐的来了啊观众在问那比如说叶永钦呢 好呃那个你一会补充了啊我先谈我的观点 我们知道在这个艺术里头其实专门假设你熟悉艺术的这个理论或者艺术史专门有个名词叫挪用对对吧 然后呢他跟抄袭这个是我们在艺术里头不会谈抄袭当代艺术里头谈的是挪用 appropriation谈的是挪用 那么挪用和我们说的这个所谓带道德审判的抄袭之间根本的区别在哪呢 首先挪用不会掩盖我的挪用这样一种方式 我之所以是挪用就让你知道我是挪用嗯 而且我的这个创作的意图 我就是把这个挪用或者你们看上去视觉相似的这个甚至是一模一样的抄袭 这就是我的观念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根本的区别在这而当我们说今天会去审道德审判或者说叶永青的这个案件的时候实际上面是有涉及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掩盖嗯对吧掩盖你的这个所谓挪用行为或者我们说这个抄袭行为对吧借鉴也好 甭管是什么我们不去评价他就是你掩盖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本身这种挪用根本不是你的创作意图 你懂吗 所以这里头是根本的这个区别 我们我们其实在我看来说那个啊怎么说呢 这个我举一个我讲个故事吧 大家就懂了 这个依附克莱英我们不还去看过他的展览吗 对对对对对吧 然后呢这个那个克莱英在60年代跟希腊的一个雕塑家俩人就吵的跟热谣似的 那个都说这个所谓的空气雕塑就是把雕塑的底座去掉 对吧我们让雕塑在空中对吧 然后呢都生成是自己的嗯原创对吧 然后俩人打的跟热谣似的 好那个后来呢这个克莱英也是这个祭祭头的人啊 他就写了一个写了个戏剧啊叫思想窃贼啊 然后你听我说这个剧本怎么写的啊笑死了 他这个剧本呢就像我们这是个舞台 然后呢有两个这个角色男演员啊比如说我是其中一个孙元是另外一个啊然后我呢就先上场嗯在这个舞台就从一侧先上场啊这个那我没说话啊但是我就在这看这个你因为背后的投影呢就是风景对吧我就在这儿欣赏风景然后过一会儿从孙元就从另外一侧舞台就上来了嗯 天气真好啊然后我就气得不行这不就是我要说的话吗 好这这等于我也觉得天气真好啊但是我没说你比我晚上来然后你就说了天气真好啊他这还没算完我这气还没消然后所以又说啊哎呦这风景真美啊哇我已经都要气晕了也是我要说的对吧一会儿要上来一姑娘然后呢我先看到那姑娘先走到我旁边啊我也没说然后孙元说啊姑娘真好看啊 我又就直接就要晕倒了所以那个这个克莱因写这么一个戏剧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哎呦这是我的想法我先想到的嗯然后但是他就先说出来了嗯他可能先表达出来了是他透露我的思想嗯但是其实这个里头讲的是你他妈说天气真好嗯说这个风景真好姑娘真美都他妈是陈词烂调嗯谁他妈先说后说嗯有有毛区别呀 嗯所以我们回到叶宇清这个事上面来 谢尔万先画了那个对然后呢叶永卿可能看见了嗯然后又画了这个孙元可能有自己的评价说他画的好像更好啊嗯啊但没事我就先不说啊我没资格去评判这个是不是叶永卿比谢尔万画的更好但是我就说 谢尔万画的那个东西他也不是那个原创的头啊就是画个鸟或者是做个拼贴这他妈都是 陈词烂调嗯什么谁先画后画画成什么鬼样子有什么区别啊这就真的跟热谣那那那我打个招哈啊你刚才那个逻辑其实我也认同哈艺术它是全人类的财富它不是不是私有化包括我们从法律上他对艺术的版权哈他比如说孙元你的作品呃因为现在是个一个我们在这套社会系统里他还是有一套版权的法律 所以现在这个版权是你的但是比如说你百年之后的五十年之后嗯只要你没有特别的一个呃约定版权属于全人类的嗯所以其实艺术他不属于私人嗯他不是私人化的他不属于个人如果从这个逻辑上我觉得叶永卿他就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不构成抄袭 卖的还困难还差啊对假的这就是然后是吧又说说哎你超级我我起诉你把你弄的就是就最后两两个人都都都都得不到什么对吧这时候你做这个事没有什么意思还不是说哎永卿我看你那个呃你虽然是照着我这块画的但是我看你那个笔法好像比我这还强点哎咱们俩讨论讨论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啊怎么同人创作 因为因为大家都卖不出去都都圆明园状态啊哈哈哈圆明园状态对对对对那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抄袭不抄袭都不设计这问题嗯嗯对吧就是你这时候一定要强调谁谁抄袭谁你你比如说嗯在那个比比加索在这个巴黎的时候跟那个呃柏拉克就是他们弄立体派的时候实际上是基加索有点犯鸡贼对吧因为柏拉克先画出来了嗯对吧但是没发表呢然后比加索跑到画室看看了以后 连夜也画了一堆然后说你看我也有类似的想法哈哈哈对吧然后咱俩简直是双星闪耀咱们一块儿办展览的哈哈哈柏拉克就哇这些也不错嘛咱们就一块儿大家都还没成功呢都对对对对吧都很年纪轻轻的就都还穷嗯一块儿然后哇这展览一出来以后两个人都都不错但是实际上柏拉克已经费了好长时间的劲嗯弄这个事对吧那那这时候就说 从嗯道德层面因为你后来你你你两个人都画卖的非常好获得了很多东西那嗯出现成功以后我们需要可能得追究一下我你这个比加索这个有点不地道对吧哈哈哈但是人家当事人没追究为什么呢大家看在艺术的份上什么什么那个利益不利益对吧我们一块能够把这个立体派研究出来探讨出来这已经相当来劲了这个事对于艺术家来说 你在意的就应该是这个事对吧那如果双方都有经纪公司的话这个经纪公司的两个人在背后打去吧就像刚才那歌手说40%这一句话就搞定了对吧就是也没必要把这个事情扯到对吧闹到最后不肯定是会闹出来哈但是我觉得其实那刚才我们谈了音乐的解决方案那是不是呃声源的你刚才抛砖引力把音乐的这种现象抛出来是不是 就是觉得艺术也应该用政治解决方案就是当出现那个呃利益分配的问题的时候因为确实这里面有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版权要保护50年对他要在你这个艺术家在世的时候嗯要保护你的这个生存的一些啊这个能够获得的一些权利嗯对吧你不能说我我这好创作的还挺如醉如痴的人那边打钱给瞪上了然后然后 然后结果我我去拿着我我我我也我也不错我我也是这样的然后这结果市场也不理你对吧那那你就你等于你失去了自己本本应该获得的那些利益嗯对吧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法律就得保护你嗯对吧这这这这是在这个层面上是需要的嗯那除此之外是不考虑这个问题假设我们我们这个把所有的艺术家都设定在一个理想状态就是我们没有为这个生存来苦苦 挣扎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大家都为了利益为什么为了艺术做事对吧就是就是谁做多一点谁谁做少一点大家也没有什么好计较嗯就这样但是还有个名的问题啊你你刚才咱们说生存只是一个利益但是艺术他变临一个他还是有一个啊为什么大家争来争去他觉得这是我的原创你抄了我的他有个名和利他还有一个名义的问题就是实际上 如果没有那么多利益因为这个名其实上也是带来利益的哦如果你他仅仅仅仅仅是名也不带来什么利益的话也就没有嗯没有那么就就就就好像就是说那个两个人那个谈恋爱然后要分手了然后就是一定说我是我先要要要要分手跟你分的哈哈哈我先跟你分为什么为什么要争这个先后就是我甩你还是你甩我这涉及到我个人尊严的 哈哈哈对不对我将来我在别人面前我抬不起头来我是被甩的一方在哪行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双方还都呃对对方就是看在爱情的份上虽然我们俩之间不是爱情了但是爱情本身还是还是值得我们尊重一下的那就我就让给你了就是就就你甩我就完了哈哈哈对吧就是就就这事就是他没有那个利益要争了嗯对吧就是什么尊严不尊严就怎么不存在这个问题对吧那这么说是不是其实 其实大家打官司也好什么也好还是一个 我们吃饭的时候都在聊到了比如说孙元你有个作品我是藏家我买了你的作品那这个作品的所有权就属于我藏家了那作品上面署名权呢是孙元签的名这是虽然我拥有这个作品但是署名这个两个权利都在对好那如果是说我现在就把这个作品我切成40份我觉得我缺钱但我也没想都卖我就把你这个作品切成40份卖不是你自己切啊我拥有他们我把它切了他 然后然后你听我说然后可能这个艺术家就会觉得你破坏了我的因为我署名的是整体嗯对吧你这种所有拥有对这个物的所有权你用这种方式来去破坏这个作品嗯对我而言的话其实是我的我的作为艺术创作者的那个尊严嗯那个人格的权利受到了伤害嗯对吧或者甚至说比如说我这个藏家拿了这张作品就放到我特别反对的那种 场合里头去展览嗯对吧那你肯定你尽管你是把作品卖给了他他收藏你的作品但你会觉得你的你的名誉你的深谕对吧艺术家的那个深谕他的法律上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嗯你著作权没有卖给你嗯著作权对著作权永远是艺术家的对就是对我改编权也没有给你你你只是收藏这种品是你只是拥有顾全对我我我打断一下啊评论区很很 很激烈意思是我们啥啥也没聊出来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为什么他们想愤怒他们想听的还是我们想从道我猜啊嗯你们这些不满意的可能还是想觉得我们应该从道道德上做谴责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恰恰我们就不想把这个抄袭这个事儿简单的把它艺术道德化所以说他们觉得哎你看一不小心又露怯了啥也没聊出来什么什么的哈哈 哈哈说我们是三个人续救中国人的疗法获悉你哈哈我根本不获悉你我就来回应这个问题我可以特别回应一下特别严肃的回应这个问题对呃就是我们会去说这个假设现在有一个呃有一个原作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就以许丽莱文的这个例子啊嗯艾文斯有个原作的照片是他拍的对吧然后许丽莱文翻拍了这张照片对吧是作为许丽莱文的 这个作品他们在视觉上看的一模一样对吧好这种视觉上面的一模一样嗯我们普通人或者非艺术圈的人会认为说这是抄袭这是剽窃对吧好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词语比如说借用嗯引用参考致敬啊挪用啊然后模仿然后抄袭剽窃有若干的词语来去评价他对吧做出 对他的评价我们假设把这种评价的词语有一个道德光谱的话道德光谱的最左边比如说是一个正面的致敬嗯对吧然后道德光谱的最右边是最负面的剽窃嗯对不对嗯好那么这个致敬和剽窃他们在视觉上面可能是一样的方式一样的相似度对吧但是我们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道德评价嗯对吧好那么我说 我要特别严肃的回应这一点呢就是他跟什么有关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在非艺术场域当中的那个对于抄袭这样一个词语带着处在道德光谱当中严格的负面意义的那个评价对吧我们会有非艺术场域当中对的这个评价然后我们也会有艺术场域当中把它仅仅是作为挪用一种创作方法的他无关他的道德 道德的评价对吧然后呢也无关那个美学的价值的这个评价所以在这里头我想特别这里头一个很关这个问题不是说今天有答案也是很有争议的就是道德上面的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对对对也就是说你在视觉上看着一模一样他的方式也是完全是翻拍的对吧或者是模仿的对吧 完全在视觉上感知不到差异的那么是不是他就是我们讲的道德上面就是处在一个对他的一个道德审判的负面的评价上面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们讲到日常生活当中的对抄袭理解的那个内涵跟艺术当中的这个抄袭或者我们讲这个完全视觉上一样的这个挪用 他们之间是可以直接把非艺术场域当中道德价值来去评判艺术吗那么这里头也就带出来的这个问题是特别特别严肃的道德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们之间有重叠的吗就比如说我一个艺术家 我如果有道德所谓日常的生活的私德的贝德是不是我的艺术价值就受损 我的这个作品的艺术价值或者你们觉得我这个是所谓的完全的模仿和抄袭 他就是不是影响了我的艺术价值对对吗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讲是非常有争论的因为可能为什么他得落在具体的案例上面 对不代表着你抄袭的相似程度越大 你就所谓的越会受到道德审判 因为他得落到一个具体的艺术案例当中 你才能够去去谈他 对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我们当然可以说来用叶永青的这个案例来去谈 对但这个里头关联非常重要 因为首先也涉及到很大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我们说的艺术自律 因为艺术自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艺术家只对什么负有百分之百的责任呢 对艺术价值 如果我的艺术价值要去违背所谓公众社会的那个道德价值的时候 我可能义无反顾 我会选择艺术价值 因为我唯一负责任的就是这个艺术价值 对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在艺术自律当中有很多人是信仰为艺术而艺术的 也就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威廉福克拉 对 他说如果为了我的写作我要去偷去抢甚至去抢我妈 我毫不犹豫 对吧 所以我当时福克拉也有一个经典的一句话 他说拙劣的艺术家就是复制模仿 伟大的艺术家就是偷窃 对吧 所以你会当我们在一个艺术的场域里头来去看的时候 首先我们讲道德不是铁板一块 昨天的道德和今天的道德观念会有很大的变化 而且这种道德观念的变化很大程度上面我们回看历史 就是艺术家去推动那个道德观念变化的 如果我们永远被一个既定的道德观念去维系它的话 你不去挑战那个既有道德观念的话 那我们今天可能都还活在特别黑暗的状态 对吧 对那我总总结一下元元你刚才说的话 也就是说艺术 当一个艺术家他为了艺术价值的时候 他可以不去遵守这所谓的社会 这个社会系统的道德范标 就是这我归纳一下你刚才说了那对话的那个意思 我说在艺术自律论里头持这种观点的艺术家 那个为艺术而艺术 当我们讲到那个所谓他的艺术价值会跟那个道德价值会冲突的时候 那么这持这种价值观念的艺术家他就毫无疑问会去挑衅那个道德 对吧 还有其实我假设一下比如假设希尔万的作品 叶永钦的作品 因为他这个作品我们先不去评判他俩 希尔万和叶永钦后来就是算抄袭的也好 我们先就不去评判他们的艺术价值 假设他们这个艺术价值 这只是假设特别大 其实有在这件事情上 就如果他们又是形成一种同仁创作的关系 其实这个是对艺术的 我觉得对于艺术本身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我可以谈我的观点 一会儿孙元潭他的观点 我说叶永钦在去 比如说我们就一个中性的词语 他受到希尔万的影响 他挪用了希尔万的作品的形式 对吧 然后在他的创作的作品当中 那么我们说艺术家对自己签名的作品 对吧 负有百分之百的责任 这个责任就包含除了艺术圈里头的艺术的 那个你对藏家的责任 你对艺术审美价值的责任之外 也包括艺术是在社会当中的 你受法律的约束 因为法律所确定的版权 他的评判的标准 他也不参照你的艺术标准 他有一个法律的那个价值标准 那么当我说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 负有百分之百责任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 如果在艺术场域之外 我要承担这种挪用 法律并不认可 我是合理使用 对不对 法律判定我就是抄袭 然后就得赔那个赔偿 对吧 我也要承担这个责任 因为这就是我挪用的代价 因为有可能我们讲到的艺术的那个价值 你的所谓在艺术圈里头认为它是挪用 但是在法律范畴当中认为它就是抄袭 那么你就要承担抄袭的经济的赔偿责任 包括说在社会层面 大家对你进行道德审判 公众不懂艺术 对不对 认为你就是抄袭 对不对 好 你也要背负这个责任 我艺术当中的艺术价值 我留给同行来评议 对吗 法律该赔偿的责任 我交给法律来认定 公众对我的道德审判 我也认因为我只要创作了作品 我这张作品所带来的所有后果 我全认 因为原来画在上面选择画什么 他妈就是我自己选的 你挪用谁也好 知名的也好 不知名的也好 对不对 都是你选的 你只要签上名 你就负百分之百责任 对这个让我想到了 因为我们俩在亲密还聊着 一个艺术家叫Richard Prince 美国的那个艺术家 他就用这个社交媒体上别人发的这些照片吧 这些自拍的呀 什么什么的 对你可以讲这个案例 对 那个普林斯是有他若干的这个案例 包括他那个万宝路的那个广告 对吧 对 然后那个牛仔广告 这万宝路香烟的 是专门万宝路请商业的摄影师拍的 拍完之后 他这个普林斯就直接把他的照片 那个广告拍摄的这个照片拿过来 作为他的作品当然把万宝路的那个商标去掉了 这个在当代艺术的摄影的那个拍卖 就是这个市场的交易记录上面 现在都应该是排在前十 对 就好像是好几百万美金 对 好 这个不算 因为这个还没构成那个公共事件 就当时候只因为他只跟一个人有冲突吗 就是跟那个摄影师广告摄影师有冲突 所以人家起诉他 没事 他就去应诉 因为他也不会他就有这个预期嘛 我干这个事我就知道肯定会招来官司 这我就我就去我就去应诉就完了 对对对 然后后来呢 他这个这个硬死起来的时候 他就他看着硬死上面谁发的照片 他觉得这个不错 他就在下面留个言 他一留言不就有这个Richard Plains的留言 就会显示他的名字吗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人家的照片加上他的那个留言 一块截了屏 然后喷出来 这个好像是九九万九美金一张一张 然后那个园主不干了 这是我的硬死的照片 你这个在下面留个言 把这个接铃当成你的这个作品 所以我这个只要九十九美金 九块九美金也行 你们买我的原作 卖不出去 没有用的 对对对对 当然你可以来起诉他没事 我干这个事 你起诉我我就认账我就认赔我就认罚 因为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在你们看来是抄袭的方式 这就是我的意图 这就是我的意图 对对对吧 所以我的意图在艺术当中 人家会看到我的意图的意义 法律层面 当他判我的时候 那我就看到了我的艺术的价值和法律的冲突 然后当公众对我进行道德审判的时候 我又看到了我的观念和公众观念之间的冲突 这些都是我的意图 对吧 你不能光想要卖钱 卧槽 你这个也不想挡炮 对吧 也不想那个或者炮弹都对别打我 对吧 我光想拿钱收账 怎么可能想什么呢 不其实这个Richard Prince 这个他像你说的 他预设了他这个我的我在上面留个言 然后我打印出来签个名 然后我将承担的这个诉讼 他是预设了他这个意图在这里面 肯定会引发巨大的争议 对对肯定是知道的 不一定所有人都起诉他 对对 其实那个关于那个包括那个安迪沃 他们是用了很多名人肖像嘛 但是他他在创作了 他他都把他用他的那个死网印的方式 在创作了 他其实好像我印象中 他也接到很多诉讼 都有对对对 包括我们上之前聊达米赫斯特 那都有 对其实包括刚才我们开播前 你们聊到了张大千跟那个石涛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事我觉得他跟 他那个听起来更像一个化验品就虽然可以聊一聊 对就是就是所以我我我刚才一直没没没说这个 就是我我对这个事的观点其实我 我不太有你先可以接着说对我我其实不太有兴趣聊这个从道德方面去谴责 是我从这个当中或者叶永青在这个这次创作当中 或者我看叶永青的这个创作我们得到了什么东西 对吧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是挺好的 就比如说你的东西是你的 我也承认但是我我我拿走了我拿去用了用然后我用的不错那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挺高兴 但是最大的 对于艺术家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用的不怎么样 嗯 对吧就是就是这是我觉得最可惜的地方 就是这种可惜比那个远比那个道德谴责我觉得要重要的多 嗯就是就是那作为应清他在呃就是不管是临摸也好 或者是在创作也好 就说那你在这个观念上啊 因为首先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不把它视为抄袭 就是挪用借用或者致敬或者是呃呃在创作 我同人创作嗯就是不管是怎么样 好像我没有感觉到那个就是他在这个观念层面上 在做更多的事嗯啊就是比如说嗯你希尔万不论他这个本身这个作者画的好坏嗯 那你这是我就把你作为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痕迹就是就是你你是一张画 但是呃跟那扇门呃意思是一样的对吧 我我我想画那扇门和我想画这张画都差不多对吧 那我可以随便拿什么一个破包纸跟那个林希尔万一样认真的 也这么也也也画一张对吧 我有说随便逮一个人呃也他的作品我拿来也也画一张对吧 就是随便有有点什么都可以嗯 那是你说那那那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说你再重新组织这个画面 就用用你自己的笔法方式来重新组织这个画面的时候 嗯那你可能要有你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观念来传达嗯我们来判断这件事有没有意思 但是似乎他并没有做这件事对吧嗯那那作为张大倩来说他做了一个非常近似 但是好像又完全不一样的事嗯就是大倩他在出道的时候他是临摹那个石涛出道嗯对吧自己下了很多苦功夫嗯后来他这个石涛临摹的就非常好嗯也他也成为石涛的专家 那有很多人就会在那个时候收藏石涛的画也会去请他比如说啊请他请他来看一下吧 他请他给开个眼对吧啊那这个呃比如说张学良做的家业说我最近收拾上石涛的哎你看看你不是石涛专家吗对吧嗯然后他去那一看他说这这是我画的 然后所有的人都都觉得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啊对吧那那个呃这个对张大倩说那能就 纸笔拿过来我跟你当场画一个哎画一个画一个大家都傻了就是这这一模一样也不不他不是一模一样啊是就是你怎么看这东西就是他从笔法从落款从他都石涛因为他画那么多年石涛啊就是说他完全学会了石涛的一套一套风格方法啊那那最后他就开始画各种各样的画他并不是在抄袭和临摹石涛啊他是在画石涛风格的画啊 哦那他一开始他做的事就是他嗯 临摹很像谁也看不出来的嗯就是他已经到达了那样一个水平嗯而在那个时期石涛当然是一个高峰对吧嗯但是大家没有料到有一个人在暗暗的下功夫嗯他也达到了那个高峰 而张大千做的事就是他都做了好多很像的石涛的画然后他卖了所以他他就敢说这个画他也敢当场表演然后就说你们现在在市场上看到的所有石涛画都是我画的他他敢认他就敢认这嗯嗯那当然他也获利了但是石涛作为一个古人看你也没法分离给他了对吧但是这个这个事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 嗯就是说他临摹完事不不不不叫临摹啊以石涛的风格嗯继续创作石涛的画就好像石涛还在这个世上继续活着一样就是画了那么多他所有的署名署的都是石涛嗯对吧他没有没有没有偷偷说说我这个是张大千啊这个水平也也不错嗯没有没有这样做 但是这个这个事呢就似乎有点意思就虽然他好像也是剽窃嗯啊好像不是不是叫剽窃啊好像伪造对他是他是伪造啊那他这个伪造呢就是从这个风格来说你的画画的这个结果是石涛的那个画面嗯但是你在做一件让所有的人都很吃惊的啊没有看出来的就是你骗 骗过了所有的人嗯是做了一个艺术幻象嗯这件事就是艺术家干的 这符合一个艺术家的水平那在这点来说我觉得嗯你做了这个事我不管你是伪造啊还是调窃还是抄袭还是什么我不管 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在这件事的水平上ok做的可以对吧这但是至于说如果石涛还活着的话那你你从人身上活着那么的利益你得分人家那石涛都已经做骨那么多年了那 那那那这件事就便宜你了啊谁让谁让你这个天赋这么好你的水平够啊但是有人反驳说这不是一个艺术家的自律行为今天我们很难回答粉丝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不是这个这个我们在计定义艺术家的时候啊嗯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当代我们就应该用当代当代的这种这种这种东西来来判别艺术家就是不 但以这种传统道德的方式说您是这个美邪的画家还是画院的画家嗯您您您画就传统绘画那这个这个咱们不在那个范围内讨论嗯对吧那个那个那个范围讨论的是那个范围的事是对吧我们今天就是说从当代艺术的角度来看待所有艺术当中现象包括艺术史当中的嗯过去我们是如何认定的 在今天我们可以重新认定嗯对吧因为我们判断艺术家的标准已经变了嗯嗯嗯那这刚才一位粉丝也提到那个关于说哎说我们的观念可以用到AI做绘画上其实就我们可以聊到最近另外一个呃比较热门的一个大家比较呃怎么说议论纷纷的一个话题吧就是那个增波比嗯就增波比呢他用嗯 嗯把从网上搜的一段疯子说的话直接呃呃输送给那个书书给AIAI呢就自动生成了一张画他呢就编了一个视频就说假装是他们三个那个小组画出来的然后呢其实他假装说这是他们三个根据这段画画的嗯然后其实是AI画的然后他把那张画直接打印出来版画呃据说卖了一两百万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在跟他们呃呃起诉啊也起诉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刚发生的事就很多就在那谴责他们说这叫欺诈行为好对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我大概了解一下但是我说这个里头呢我们必须结合你这个具体的案件啊嗯嗯然后这里有三个层面嗯首先我们刚才谈这个抄袭的时候我们是说在艺术当中他叫魔用哪怕百分之百一样 他是一个创作方法艺术家可以这个百分之百的复制他然后但是他是我的创作而且是有艺术的价值的对吧所以这个是也就是说我的艺术价值跟我的方法是不是这个抄袭来的就是完全跟那个那个这个原作一模一样是翻拍也好还是完全的临摹也好跟这个没关系对吧就好比那个我记得是那个呃前几年去世的那个路易威登的那个设计师嗯嗯 他有句话他说杜尚是我的律师他是我验证我做所有事情的法律前提杜尚可以拿来一个现成品作为作品那也就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艺术家已经做过的作品或者是我们讲他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杜尚的那个现成品你懂吗所以就说在今天我们刚才孙言谈到的我们今天谈是在今天的语境当中已经艺术发展到今天大家的观念对吧所以也就意味着这个在观念 前面没有任何障碍就是我一个艺术家甚至把抄袭本身作为行为和观念没有任何问题 并不因为他是因为你想杜尚都能够从商店里头去买一个对不对所以你在这里头就一百年前杜尚就已经给你解决了问题对吧设计师可以对那个那个就你就根本不用去那个呃我就说第一点我要讲的艺术家不要有任何包袱你要挪用谁活着的死了的你身边的你想 百分之百怎么挪用只要他是你自己想明白你的艺术观念都可以都可以你就先要把这个包袱卸掉对不对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回到你刚才讲的曾波比这个事情里头 他在这个这引发的风波呢其实包含我们要摘开三个层面来谈 嗯第一个是我们讲的也就是说他的那个创作的方式是说那个疯子说的一段话 用AI来生成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对你在今天用这种方式做艺术别说他新他都旧对你懂吗他非常普遍所以这个创作方法没有问题对明白吗他出问题出在哪呢出在后面的环节就是我们讲到的也就是说你说抄袭或者他这个都不是抄袭他就是用AI来做嘛这个方式创作方式完全没问题没有任何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出在 第一啊谎言撒谎就是他我认为他撒谎都不是问题你听我说就是公众来去他的买他的话的人啊那么你撒谎就是你说因为这是个契约行为嘛我买了你的你说是A但是给我的是B这是商业契约嘛对吧也就是说你那个你如果把撒谎作为你的观念行为他也没问题但是问题你你不是把它做观念 因为你的撒谎他没想到这个层面对所以呢这第二个层面呢你把撒谎本身作为艺术观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他不是啊所以他是把它卖版画的时候他的那个描述的叫做是他画的和他的作品不符对吧所以这个是谎言层面第二个呢是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嗯作弊 嗯就我们实际上面你的那个对他的这个所谓增波比引发的那个你如果不是他的嗯没有买他的作品那你就作为公众去道德评价的对吧那么买了他的这个作品的人跟他形成的是一个作品的契约关系是一个商品关系那是另外一个对社会系统的那个缺缺问题对那么也就是说你撒谎对吧然后你你这个做了币对吧对 然后呢那么这会我买肯定买的是一个价值吗嗯如果你提前告诉我对吧就像我们讲明码标价一样嗯那我们就不存在这个价值上面的那个就不存在这个冲突嘛嗯对吧所以呢我是说这个曾波比他用疯子的语言让AI来做话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创作方法没有任何问题对而且我觉得那天是我们在群里跟孙芸儿还聊的孙芸儿认为他道歉是问题嗯啊 对吧对对这就是因为他后来一出来道歉了他就说的确这是AI化的对不起我欺骗了大家什么什么的还说了一堆理由为什么要用AI做话为什么不是他们三个人亲自画的他道歉了但是孙芸儿你当时说了一句他这些都没问题AI做话没问题你呃谎言也不是问题嗯孙芸儿认为作为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呃艺术事件艺术呃观念艺术作品嗯他出在道歉上面那孙芸 就是就是我我简单来说就是说如果你道歉了嗯那就说明你该道歉如果你不道歉那就说明你无需道歉嗯怎么解释这个话呢就是说呃你如果道歉说明你对自己这件事的认知是我在做一个结果嗯那我这个结果不不符合我一开始说的那我就只能为这个结果道歉嗯那如果你对自己做这件事的认知是 这个这个结果其实不是我的目的嗯我表演这个过程我卖给你的是我表演的这个过程嗯然后呢那个结果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副作用对一个遗留物嗯嗯那这我举个例子魔术师有必要跟公众道歉吗嗯对吧魔术师变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嗯对吧而且魔术师从来不承认这是假的就是真的我给你变出哎硬币变出来了对吧无中生有嗯 我不需要道歉甚至就是说像那个那个春晚那魔术被被被被人揭秘说这个硬币就藏在这底下结果你你东西翻出来了嗯那我也无需道歉嗯对吧因为我给你欣赏的是我这个很奇妙的表演的过程对我我表演的不好是我表演的水平问题但是我本身这个表演是不牵任何人的对而且我也虽然还说过一句话也是在我们群里说的嗯 我说艺术家没有义务把我创作过程完全呈现给你当然对吧当然所以说曾波比他没有请我们给他做哈哈哈这这这这东西对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艺术骗不了人对对对对那你你你自己的艺术艺术家你是什么水平你是什么状态骗不了人你最后通过你的种种行为表现出来了嗯这个就说明你确实那他在这件事上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嗯整个这个表演过程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关于会画AI会画的一次行为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对对啊也可能他有一部分意识到了但是最后他又把它呃当成一个结果去看待了那他在这件事上没有完整的执行那就说明你这个水平还没有到你去把一个行为去卖给这个呃收藏者卖给买家而仅仅是卖一个结果他没有这没有想到这一点 他肯定是没想到这一点他想到这一点他也不会去欺欺骗欺骗可能就变成可以欺骗因为欺骗是传媒行为的时候是可以对对对这里面就说我们在说欺骗的时候特别容易把这个这些东西都负予贬义对对对其实其实我我觉得这这这一切其实我们都都都无所谓你你愿意怎么表演对吧你最多你卖那个那个AI你也不是在抄劲道嗯嗯你你去呃做一个欺诈行为都不是嗯 因为对于当代艺术来说我只要指认了啊这个这个东西明明不是你的啊但是我指认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他就是作品嗯对而且我我我在表演一个过程然后呢我拿出另外一个结果这就是魔术对吧那么对于艺术来说从某种角度他有点像魔术他就是这样他给你一种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种神奇的感觉这不是很好吗对对吧那那你为什么要道歉呢是是是是 所以说所以刚才那个孙媛讲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艺术家在我们今天讲当代艺术的时候艺术家跟手没关系啊嗯不是说这个得金你手他才艺术没过你的手就不是嗯就早就轮不着那时期就都是那个助手来来去做的这根本首先第一跟手无关嗯所以曾波比里头说哎不是你画的是AI做的所以我们讲今天我们谈艺术的时候不是说那个东西要过艺术家的手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首先你 你就别再抱有这种过时的观念了对吧然后第二点其实真正我们落到艺术的上面艺术家干的是什么活嗯他也不一定要有物质对不对嗯然后那个真正的活艺术家干的就是命名像我们讲上帝来命名嗯嗯艺术家干的就是这个命名的活嗯明白吗就就好比我们讲你说杜上的小便是实际上是个命名的活嗯我就这一刻就像我们谈那个 这个艺术家他在某种程度上像是造主一样我说他是艺术他叫这个名字他就是嗯嗯那么当你命名之后你就承担所有的命名的责任责任命名的意义那都是你的那个艺术家的责任艺术家的意义就在这里嗯那么哪怕说我命名的这个事物是我命名的但是这个事物是孙元做的没事我拿过来命名 我这还数上我的名字这东西就是你做的那整个我从你那拿过来的东西数上我的名字整个这个过程都是我命名的一部分嗯嗯但刚才有粉丝反驳说杜上拿的是小便器那是一个商品他不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在现成品的概念上面是一样的嗯对现成品但刚才那个孙元也举例了他说比如一个艺术家我想画这扇门这扇门就是我 我选择的一个对象嗯比如说那那我们再回到说叶永钦叶永钦他以那个希尔万那个作品为他可能借鉴也好什么也好那这个时候这扇门跟希尔万那张画没有有没有区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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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在艺术层面上是没有区别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应该获得一个 许可这个倒是有在某些情况下是应该的嗯但某些情况下不需要你比如说就是说我我的这个该概念嗯就是要批判你这个我我批评你我不需要获得你许可对我能不能批评你一下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能不能拿到许可呀但是如果说你你在用其他的方式啊比如说你你你可能要我用了要引用了那这个可能是需要的嗯啊那他这个我觉得更像引用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应该获得虚口那你要是事先征得别人同意的话可能也不需要付出太多代价作为艺术家来说你你你要用一下我作品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你不是反讽不是那种我们讲反讽细访批判对吧嗯你你你不是那种程度那种程度是你想拿许可你也拿不着啊对对对对就像那个比那个刚才说的比加索当时看到那个呃呃谁画那个立体派连也赶出来大家一会 我们一起把这个是另外一个语境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还有粉丝今天提问特别多啊而且反的反的可能没听到他们想听的话对我们也很不满意 这到底想想听什么呢他想就这个不知道他们想听什么你们想听什么呢我觉得就是首先这个希望听到我们从道德方面去嗯来谴责这些东西我觉得你想都甭想嗯因为对于我作为艺术家来说 嗯我认为什么道德上的谴责呀什么什么批评我我我我被骂的伺服多了去了那个那个那个那种东西我根本的哎对对我根本不想不想不想做这方面的我觉得作为艺术家来说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的就是能够超过你在这个艺术这件事上嗯你没做好留下了很大的遗憾没有比这个损失更大的了嗯就是对于无论是那个那个叫什么 曾波比也好曾波比对嗯或者任何一个被指责呃抄袭也好表现或者这样那样有很多这我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他这个艺术这件事才没做好嗯这是他最大的损失嗯我对于无论是说我觉得这一点比什么什么道德谴责比什么损失都大嗯就是如果如果大家希望听到谴责的人嗯 嗯你你也是艺术从业者也或者也是艺术创作者嗯那如果你的兴趣点嗯就只停留在道德谴责上嗯那我觉得其实我为你遗憾嗯我真的为你遗憾哈哈哈对还有他们也说如何看待丽老师当时的公开道歉就针对叶永青这件事情 那这就因为我今天提问特别多啊就是我我觉得呃我觉得老丽有点冤反正这这这这事因为他就是他并不知情啊对对对那那那那当然他为他不知情也道歉那我觉得这个是呃老丽他的自己的这个道德标格高啊就我我非常敬佩嗯非常敬佩但是我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他不道歉也没任何问题嗯嗯嗯 嗯嗯嗯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更好玩的问题问孙元老师什么时候开自媒体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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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还能活几年就是有有现成人然后我就在这乐乐乐不就完了对对对对而且我我我我就是挺喜欢那个大家共享就是对对对对共建一个东西这这样我就很享受了已经对因为今天为什么 生发这个话题哈其实前段上还有一个事件那俩年轻时候加名字我就记不住我嗯他们俩是好朋友然后谁又说谁抄谁的对就那时候也闹的呃反正在圈内吧这这这这件事我想聊了嗯嗯就说我我仍然不从那个道德层面来来说因为这俩人我都认识嗯嗯我我仍然说就是呃非常可惜因为我觉得胡柳的画呢呃画的挺好的嗯那个但是呢 作为那个作为那个古文君来说呃呃我觉得他解释自己的那个概念还是说得通的就是他在呃他并不是画一个黑花嗯他是在那个发现了扫描仪上面每次在扫描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颗粒这是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那个扫描仪他的静电所吸附的灰尘啊这个是永远除不干净的嗯这个我过去就是呃做做照片的时候我就嗯 每次做平板扫描滚通扫描无论怎么吹他由于那个胶片和那个玻璃之间产生静电你把那个灰尘吹飞了以后然后他再吸回去永远吹不掉永远吹不掉那怎么办呢就是只能去修那个底片嗯嗯把那个上面的那个小灰尘修掉嗯嗯那这个小古文发现了这个这个东西他就不断的叠加这个这个东西也就是说扫描的内容嗯 嗯那不使用只使用这个上面的这个灰尘灰尘啊那这个灰尘叠加完了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对一个画面的一个内容比如说一张黑画但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那个灰尘他最后不是黑点他是白点哦所有的灰尘在扫描仪的这个光反射下全都是白点对对对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把 把所有的这些灰尘叠加在一起以后并不是一张灰呃黑画面是个白画面嗯嗯嗯就如果你形成的是个白画面那你其实跟那个嗯那个胡溜的那个画是完全不相关嗯嗯嗯对吧啊那至于说说呃他们呃那个之前曾经说过什么后来呃呃这个谁呃小古又听去了然后又他也说了什么这这这这些东西我就不 参与了因为因为这个都是当事人自己知道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不了解情况我只能就艺术谈艺术嗯嗯我说就艺术作品而言嗯这个事情的可惜不在于他俩人的这个黑色的画面有什么样的相似度而在于小古的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他做出偏差来了嗯明白明白就是他最终的作品的形式没有表达他那个观念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 可能我们今天聊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思考可能稍微有一点超前所以很多人我我其实发现很多粉丝是不太理解你看这有一个人说我们一个没有对错的东西我不明白这三个人在聊啥在聊什么对我也其实我也不明白这位粉丝你提的什么问题对然后就可能因为我们在我们还是其实我简单 总结一下我们刚开始举的各种案例Rachel Prince无论是叶永庆啊什么什么的还有包括刚才胡柳这些这些事情包括曾波比其实艺术家其实他始终他最应该考虑的就是艺术价值为了艺术价值他可以不就是自于道可以挑战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社会系统里的道德观对吧包括甚至一些法律师 当然对吧对就像刚才圆圆讲的因为我们的粉丝他有时候有时候晚进来我稍微brief一下前面的一些话题包括那个作家他说为了写作我宁愿去抢去偷哪怕抢我的妈妈对对吧其实就是说我们可能想表达的是艺术到当下到了今天一个艺术家他因他要坚守的是什么就他要首先他相信的是什么还要 然后我思考的是什么我像刚才孙月儿很坚定的说我思考的就是艺术就是艺术这件事 但是我重复一下我总结一下我们前期的你们俩也不要他今天是有点沉重 沉重这有什么沉重的 对对对对我们都是那个特别扛那个挑战的 我看看还有些什么对对这还有说我尊重老力但在座的艺术家和评论家的高度说 我们不够主持人很好穿着一下谢谢你的夸奖 因为我们今天我估计我们聊的有一点超前 就有一点就是可能因为的确聊超新这件事 第一我相信99%的人他都会从道德层面上去审判去谴责 可能今天我们恰恰这方面我们恰恰不想从道德层面上去去来谈这个艺术的问题 所以大家那个没关系 我觉得我们直播也很好 大家可以交流 对 然后那个什么不再手段在动机 说艺术家不用开直播什么意思 对 咱们继续咱们继续继续聊对对对 然后其实还有我再brief刚才一下我们再重复一下 其实圆圆刚才讲到那一点我特别赞同 就艺术价值和道德价值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们总结一下孙媛儿的观点就是在这两艺术和道德 这两个关系在我做选择的时候 我肯定先选择艺术的价值这一部分对吧 对我们之前也聊过 我忘了谁说的 他说这个比如说把这个太好玩的 虽然有我想赞助孙媛儿的矿泉水太能喝了 哈哈哈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我们今天的水也是我们一个理事赞助的 对好 圆圆你继续说 就我们刚才聊到就是我忘了谁说的 他就说这个道德和这个艺术 就我们讲道德价值和艺术价值 或者道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说他们俩绝对不能放在一块 道德就像是狮子 艺术的这个价值就是美学就像是羊羔羊 道德是狮子 对如果你把他们俩放在一块 那就变成什么呢 道德一定会吞噬掉 就那个羊羔一定在狮子肚子里头 你懂吗 所以这个就是说当我们来去说艺术 我们不排除说 比如说我艺术家我就奔着艺术价值去做 但是我这个艺术价值可能会 比如说跟现在的公众的道德上面没有冲突 这是也很常见 对吧 对 然后有的可能会我们讲他会冲击已有的道德价值 对吧 然后他也有可能说他会去提升道德价值 都有可能 对吧 但那个都是副作用 那个都是副作用 对 对 所以在这里头我说我当然我们在谈当代艺术的时候呢 更复杂 因为刚才谈的这一点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谈道德也是有历史性的 不同的时期那个道德观念道德价值是变化的 然后同样艺术的观念也是有历史进程的 他也在变 所以当我们刚才这么谈的时候 谈那个所谓的道德和艺术的时候 我们退回到柏拉图 为什么要把诗人逐出城邦 对吧 逐出去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柏拉图知道深知 这个诗人就是艺术的那个价值 对人的这种诱惑力 所以也就是说会影响到 那个作用的是人的那个非理性的部分 会影响一个人的理性 会干扰 那有的可能有可能这个干扰是是说我想要的干扰 但是也有可能是我根本不想要的干扰 那我不能左右他 因为我一旦是说我只要把他留在这里 他就有可能是好的 和我的道德的这种那个和我的理性的这种这个理念是一致的 也有可能是不一致的 我根本不可控 所以我能做到就是把诗人逐出城邦 从非他能服务于我的道德 他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他服务于你 他就不是他了 对吧 所以至于他跟你发生了是正向的促进关系 还是负向的关系 对不起 那都是副作用 艺术家考虑的就是他的美学的价值 就我们讲的艺术价值 对 所以我用刚才那个比喻就是如果你想把他们放在一起 或者你们就用普遍大众的那个道德观念来衡量艺术作品 那么就会是羊羔羊和狮子放在一起 他们怎么可能没有冲突呢 那最可见的我们我们自己的历史经历过的 对的艺术就得为人民服务对对吧 为政治服务对不对 我们我们亲身经历过那样的时期 到底有艺术还是没艺术 我们经历过那个羔羊和狮子放在一起 然后最终羔羊就渣的不胜了 对所以今天可能很多不太认同我们的讨论啊 不太认同我们的观点 可能我觉得最我是分析啊 他还是不太理解艺术是什么 没关系这个怎么可能解释的清楚 对因为这个有时候讨论问题 他他不是为了求认同对对吧 就是是能够我们把问题的他的各个方面都展现出来 如果说我们求认同的话 那我们就可能说脱口秀或者说相声 这个这个这个更容易求的认同 大家哈哈一笑一切都是过去了对吧 对这个这个没有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没关系的对 我是觉得就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那对于我来看我就看这个事就特别简单 就是其实艺术跟道德之间其实没有任何重叠 对吧就是艺术是艺术道德是道德 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就这样 那这里面会有会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有些艺术创作它是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成分道德因素的 就比如说这个在那个红厂上面的那个行为艺术家对吧 有时候滚铁丝网 有的时候把蛋蛋钉在地上 对 是不是做了很多这种 有时候把嘴缝上 就是我觉得 如果单从他的这些作品本身来看 就是说作为艺术家 评判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不能说因为他在道德上占据了某个高度 你就无法判断这种作品 对吧 你说你都没有人家那种道德高度 你无权判断人家作品 这怎么可能呢 对吧 这不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判断这个作品的时候 你就要站在艺术的这个高度上 或者艺术的立场上 就在艺术的立场上 我们去判断 判断它该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但是在某一点上 我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 比如说 我觉得他的作品做的可能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作为这个人 他的自身的这种道德 作为这个人的人设来说 我非常的敬重 我对这个人的人设 对他的人格进行审美 这是可以的 这个时候我把这个人整个 就是他的整 这个人加上他的意图 加上他的行动 整个看成了一个作品 这个时候 我可以给这个东西打高分 但是就那个行为本身来说 我觉得就那样吧 对吧 就是大家作为艺术家来说 其实都能够判断这个问题 对吧 对其实我再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其实聊的很多 对比如说我们先从音乐开始 从音乐的版权纠纷 这些从港台时期 当时抄袭日本开始 然后再到我们谈到Richard Prince 谈到很多就著名的就是因为Richard Prince 他是很知名的一个意识家 他很多作品就是以超新为观念在进行创作 对 然后当他在用超新为观念进行创作的时候 他预设好了我就要接受这种官司 接受这种社会系统里面的这些法律惩罚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说其实音乐 我们以音乐抛转语义来聊到我们所谓的世界艺术的 这个抄袭的问题 其实就是说音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如果面临这种抄袭问题的时候 音乐提供了我们一个解决方案 不外乎就是官司打官司该赔钱赔钱该分账分账 对吧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很明确的说了 当你想画一扇门和你从希尔万那儿得到灵感 画了自己那张画的时候 或者画的非常相似 其实那扇门跟希尔万那个东西 它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我们也说了艺术它不是私人画的 任何一个艺术家他创作的作品 他属于是公众的 他不是私有化的一个财产 对吧 然后就我把前面我们的聊到的 我觉得你讲的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当我们为什么说从抄袭聊起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要讲 当你认为有抄袭的时候 判定有抄袭的时候 前提就是你认为有原创 对吧 有原作 那么原创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是关于艺术和思想可以被个人去拥有的神话 属于个人的这样的神话 那么这个所谓的原创的这个所谓个人可以去拥有这个原创的这种艺术和思想的这个就是个神话 这个神话就要被破除 就要被破除 那么如果没有原创的神话 也就不会有我们谈的这个所谓对抄袭的道德审判 对不对 因为我们当我们之前我们也聊过 我们谈艺术谈的都是公共的 都是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 对 对吧 所以之前孙元也说过 如果有哪个艺术家他这个挪用我的作品 不挺好的事吗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是对文明做贡献 他不是在里头切蛋糕 对吧 当然你涉及到我们跟生存相关系 如果你挪用我的你获得收益 这也在如果我们都是奔着文明去了 我跟你分账 这是另一层面的没有这个问题 我很乐意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是两回事 对不对 所以关键是我们破除掉艺术或者是思想 它是一个私人的 是一个私有的财产 把这种观念破除掉 他就破除掉了原创的神话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有能做的创作 如果我说的极端一点 抄袭就是起点 是条件 因为我们都是站在文明的成果上面开始创作 你不是一个猴子开始创作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抄袭 那个就是我们的创作起点 和我们创作的必要的条件 我们得站在这个文明成果上面 那当然我做的事情也提供别人作为他的起点 对吧 我们都是在做公有的事情 所以你只有消除掉原创的神话 消除掉那个作者的那种所谓浪漫主义时期的那个作者的天才的神话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你才不会说以一种这个所谓腐朽的这样的那个道德审判来看待 然后这个是抄袭对吧 但是我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其实刚才孙月儿也提到 比如说因为比如说叶永青看到希尔万内 他借鉴了 他直接拿过来用了 他还是应该征求他同意是吧 或者你事先没征求同意 但是你事后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的时候 你应该主动去分 对你应该主动去分账 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就是道德谴责没有问题 就应该谴责 就是因为你就是他抄了那么多年的那么多章 说明你很了解对方这个艺术家 那你获得的经济利益比他大的时候 你就应该主动去做这事 你没做的话就是有点不地道 说白了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话题实在跟艺术没关系 这是一个个人人品问题 我们谈艺术的时候老去谴责人品 这个事这不是我艺术家在干的事 这是两回事 明白明白明白 对对对 不这也有人说也不认同我们的观点 没事 没挺好的 不但也说同意分账 对其实因为这个话题也是我们上一次直播私下里讨论 讨论出的这么一个议题 但因为我也知道这个话题 我相信甚至艺术家可能大多数至少80%以上 甚至90%以上 他也没有今天我们抛出的这么一个最抄袭的这么一种观点 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一他有点冒险 还有那对对对 这也是常识 也是常识 对我们其实为什么抛出这种观点 就刚才我刚才我费尽心思靠我的记忆 我归纳靠归纳 对因为直播他有一个问题 他很多人他后劲了 对我归纳 那我是觉得其实是虽然再三强调我们是只考虑艺术的问题 对就是在在这点上我的看法就是就是因为做道德谴责的时候 就是宁可错杀3000也不放走一个 对他就是要达到某种道德的制高点 但是如果是出于做艺术考虑的话 那就是为了放走那一个 我宁可放3000 这就是就是我太多 对就是我我我我举个例子就是呃 我看那个让子弹飞的时候 就是他的那个一开始不是放枪我躺他放完枪以后 然后最后那个音乐一想起来的时候我特别惊讶 我没想到他用那个自己前一部电影的那个音乐 那个太阳照枪升起 那个主题音乐他居然又用了一遍 假如这个音乐幸幸好这是90让给他写的 对吧如果要是这是别人的 别人就是让给别人写的让他给用了的话 那这个这个事肯定是恶观似的 但是如果我们就就是把所有的这些道德负责都加在江文头上 江文没能做出这件事来 那我觉得对于创作来说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可惜 因为我完全没想到就这首音乐居然在让子弹飞里用出了 另外一种感觉完全是另外一个气氛 对吧完全不一样了 那那种什么在夕阳里边的一个 呃一个一棵树上面 呃一个一个那样的一个意境啊 一个那样的画面 然后再让子弹飞里有个新的另外一个东西 对对对 然后我就借着刚才宋元讲这个例子 我其实更想谴责的是自我抄袭 嗯啊 也就是说说自己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是抄袭别人的 对吧 然后我们通常做道德审判 你怎么去去那个抄袭别人的东西 我们是在那个特别容易陷入道德审判 但是我说在艺术家里头更应该我不是说道德审判 我是说从艺术的价值里头更应该自我反思的是自我抄袭 嗯也就刚才孙元举的例子是我同一首曲子材料是一样的 嗯但是我在我不同的电影里头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嗯对不对材料还是那个材料 但是我的那个意义完全不同 嗯可是我们恰恰说真正应该反思的艺术家是 嗯操我他妈就没完没了的 嗯就是我被我已经可能以前做了一个作品获得了市场或者是学术上面的认可 我就没完没了的自我抄袭 嗯对吧你们谁能谴责我我自我抄袭 嗯对不对 你你们谁能谴责我呢对不对 我又不是抄别人 我觉得真正艺术家应该反思和批判的是在这一点层面 嗯因为你抄袭别人 你作为艺术家你有个身份我知道我拿谁的东西过来 我都把它当现成品当材料过来 我只要说我要创作作品我把它当艺术创作签上我的名字 我就对它的意义我要赋予一个新的意义 对不对 我从艺术的角度我就必然 甭管拿过来的是什么样的材料 别人的还是什么样的我都肯定是我把它当艺术创作的时候我就要赋予这个新的意义 嗯对吧 可是恰恰我们有惰性的地方就是自我抄袭 嗯 这个是真正值得讨论的 孙悦而同意吗 这个观点 我我是觉得就是实际上 没有没有产生就是重新产生价值的任何的这种相似性的使用啊 我就不叫抄袭了 嗯啊 我就管它叫相似性使用 就是不管你是抄别人的还是抄自己的 我觉得对艺术来说都是一种亵渎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 嗯啊 因为就是就是实际上你你抄自己那个那个自己其实也不应该归你 对 因为他应该归于一个艺术共同体 嗯对吧 你已经把这个价值贡献了 然后你又开始就是呃再把这个价值拿回来重复用了 对这个没意思 他重复肯定我也是反对 但是如果他在自己的脉络上一直 嗯 生根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我们谈的是艺术何以为艺术 不在于你是拿现成的别人的怎么相似性的使用 还是百分之百的相似的那个这个使用都没问题 关键就是你拿过来使之成为艺术 有新的艺术的价值和意义产生 对吧 那就可以 对对对对吧 你生根也是有新的意义产生对对不对 就是就是就是或者你能够百分之百的让他不产生任何新的意义 那也是一个新的意义 也是一个意义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刚才呢有说啊 说好像质疑说好像我们在给谁洗地 洗什么鬼地 这是声明啊 远远可能跟叶永青都不认识 对我也不认识 我是认识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给任何人洗地的意思 我们仅仅是在这儿严肃的讨论艺术的问题 我倒是想洗脑 啊你想洗脑是你想洗什么脑 我想洗这个所谓固有的那个把抄袭放在一种道德审判里头的这种洗脑 因为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话 你就实际上面你是差不多就像你对艺术脑梗塞一样 嗯你懂吗 就我想洗脑啊 对我们不要现在一个特别世俗的那个一个道德的那个框架里头来去那个所谓抄袭的这种道德审判来去看待艺术 你假设这样的话你就差不多像那个脑梗塞一样脑梗嘴一样对最可笑的一直有人在数孙元说最后一瓶了老担心你没水喝 然后还有问你还有问孙元老师喜欢什么牌子的饮料 你在粉丝我严重欢迎你是做饮料的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就是有点艺术家气质了 就是说他的观察跟别人路径不一样 别人都停了在道德审判上 他突然间发现有其他事件 这就是艺术家该干的事 对对对对是 关键这太关心孙元喝的水的时候只剩一瓶了 还有问你喜欢什么牌子的饮料 不是我我只能喝水 我就是三高的已经 这四个时候不能喝饮料 只能喝水 对孙元老师只喝矿泉水 所以他每次平均我们每次直播差不多两小时吗 我估计你每次至少七八瓶吧 我没有我也不知道喝几瓶 反正是巨能喝 巨能喝 对还是有人质疑我们在洗地的没关系 你质疑说我们洗地也行 质疑我们什么都行 没关系 我觉得我们知道自己在聊什么 刚才有个粉丝说的特别好 可能我们跟今天很多来听我们直播的人有五分钟时差 我觉得都不止五分钟时差 对肯定 因为的确这是一种独立思考 我觉得其实很遗憾 但其实我聊到现在 今天我虽然我们聊起这个话题 但我没有深入讨论过 我们上海也是第一次 其实我很遗憾 我觉得因为我接触艺术家非常多 我从我做画廊到现在 就是我觉得很真的是大部分艺术家 他真的没有把艺术思考到这么一个认知层面上 对当然我说这句话要得罪很多人了 我觉得不至于 我觉得不至于 你觉得不至于吗 因为实际上我觉得大多数艺术家 是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所以可能一直在道德层面纠结的 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必要去太多的纠结 因为讨论问题不是为了说服别人 对就是你没有义务 你没有责任去说服任何人 我们就是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就完了 对我们把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思考我们分享出来 也仅仅如此 就是说如果你们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罢 对吧 我觉得可能至少我们是在一种很真诚的一种 对艺术的一种思考的一个表达 今天粉丝非常多 就是说我只看了一个平台 就是说我只看了那视频号里面一个平台 现在都将近一万了 就是只是朋友圈的视频号 看来这个话题的确它还是很牵动人 当然就是这个话题特别有争议 因为它是一个不仅仅是当谈抄袭的时候 不仅仅是艺术范畴的 而即便是艺术的范畴里头 我们讲不同的艺术每一届在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截然不同的 因为它形式不一样 你比如说我们讲绘画和雕塑 它是有作品有实体的 而你比如说像文学 那那你的是那个文本 它并不存在一个那个实体的一个一个作品的物 对吧 然后你可能像音乐 它又是另外一回事 比如说我作曲家 我写了个谱子 我这个它不能停留在谱子上面 它就得不停的被演奏 对吧 它是由你的那个演奏的这个这个演奏者 去来完成这个这个作品的 所以同样这个我们电影又是另外一回事 改编等等等等 在每个媒介里头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都有都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案例 每个案例都会引发那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能谈就我们其实只能谈视觉艺术 但是我想谈视觉艺术的话 我也认同那个呃 那个阿布洛就是那个前几年去世的那个 路易威的那个设计师 他说那句话 我觉得是是是艺术家要有这个自信 就是他说杜尚是我的律师 是我判断所有事情的法律前提 对吧 所以当你去做一个事情 你去追求那个艺术价值的时候 那么你想想这个你假想一下 杜尚会这么来考虑那个道德价值吗 对不对 嗯 你就明白了 所以你有你要有那个自信 不要被那种世俗的那个道德观念去绑架 所以说明LV那个设计师他是个艺术家 当然了 所以他是艺术的 他是我只判断艺术价值 对对吧 其实他因为很多设计师那设计师就不用说了哈 那是另外今天扯不到另外一天 所以我就说你纠结的那个问题 其实在艺术场域当中已经有非常多优秀的艺术家 可能已经给你解决到这个问题了 你不需要在这再纠结 对对对对 你就探索你那条路 我觉得今天的话题 我觉得呃 再这样下去 他就变成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了 就是对 其实我们是从抄袭谈起 就是应该后面涉及到很多很多别的 关于艺术上非常精彩的有趣的话题 结果呢好像有点过于的纠缠的 虽然我们在谈之前已经意识到可能会 会这但是最后还是过多的纠缠在道德层面 这个这个这个是让我们错过了很多艺术里面更重要的东西 其实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说的那个艺术家 他一定要用抄袭来强调抄袭到底是不是在艺术里面 有没有原创性这个观念 我我觉得实际上在优秀的艺术家或者创作者里面 他们可能都甚至不纠结于这种概念 比如说呃在电影当中大量的这种致敬 或者这个呃迷影迷影电影 或者这个致敬致敬情节这种就是有大量的使用 对吧这个这个时候没有哪个呃作者是说我要出来去告你抄袭 我对抄袭我大家都懂 我觉得这个在电影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呃你你你引用我我引用你 嗯比如说这个坤丁在沙斯比尔的时候他他他很明确 他说我就是我就是制定香港电影和日本电影里面的那 那个那种雪浆片 所以我那个那个断枝和这个喷雪这雪浆我就是来自于他们这这些东西 那这个东西他实际上是有一个序列 比如说最早在日本出出现这种洒雪然后断枝这种非常非常残酷的谁呢 小林郑树对吧他后来做那个黑灾民主编剧 但是他自己有有非常重要的两个电影一个叫切腐一个叫夺名剑 就是这种切腐你就从这名字你就能听出来对吧 就是他他的那种那种感觉对吧我们不用太多元描述我怕出现敏感词 但是呢这个东西后来很快就出现在香港张车电影里面这个切腐就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一个电影叫复仇 这个复仇里面出现了盘长大战的情节 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就是罗通扫北的时候有罗通最后一场战役战死 就是他肠子被人挑出来 然后把肠子系在腰里因为挨事记得腰里被人打 最后一直打到血流进了就死了 那他用这个戏剧就是这个唱经戏的这个方式来表演 而江达卫和那个狄龙来演这个盘长大战复制复盘这个盘长大战的情节 就把小林郑树的这个切腐等于给致敬进去了 就是他把这个东西本土化了对吧 虽然我用的是切腐 而且用的是双形的双双雄的这个结构 一切都跟你一样 但是他是用的是我们古代的一个典故 对吧 对 那这个东西 然后在这个张彻的这些电影里面 然后出现雪疆什么乱七八糟 然后最后呃香港电影里面有大量这种就张彻自己就有大量像呃那个独臂刀就是看胳膊啊 然后独臂刀王到最后那个那个新新独臂刀断刀克断刀克是徐克的啊徐克也做这个这个东西就是他们都有这个重口味情节 然后到到这个东西最后到了这个昆丁手里头就就开始就呩叉切断了以后让它吻的到处都是 但是你以为这个这就是他已经做的非常夸张了 就是把脑袋砍掉什么眼球踩别了 就是这还没完周星驰又来了 周星驰在这个唐伯虎点球箱里边 有那个那个叫对师的那个 古德昭跟周星驰跟唐伯虎对师对到最后 喷血然后致敬就是就是他都不用刀把刀去掉了 哎我觉得这种就是大家互相传递这个情节啊 把刀把刀去掉 然后就直接喷血喷了好长时间 然后那边都已经半天对话 他还在那喷 就是周星驰就他就要用到就是这么夸张 这么讽刺 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还没有到那个那个西西游降魔的时候 那个杨迪演的那个角色 有他那个喷血就是直接在这装了个水管 那个甲就是表演了 就是啪砍砍一道 然后死这就是国子喷血 然后那个喷血那个那个那个管坏了 哈哈哈 然后都起来 一直在对话 那个东西还在喷 然后就是管坏了 一直老也修不好 都停不下来 然后还 这两个人还在说话 就是就是就是等于把这个东西做 大家都是优秀的艺术家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想到说 我要起诉你 你用了我的什么什么东西 那就是 这是一种默契 就是把这个东西一直用到极致 一直往前 就可能过几天 他们没准 哪个 哪个作者又又出来一个东西 对吧 就是一直能够把这个东西推上 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 没有人纠结那个 那个什么 叫什么来着就是原创性了 或者是什么版权 没有人 就是 或者或者我们用一句话 做大事者不纠结 对对对对吧 因为 所有人的意识都已经超越那个层面了 干嘛还在还老在那个共识性的问题上 还没两人 是 就是就是就就好比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实际上我们有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了一个共识性问题上 是的 是的 我觉得就还是那个 所以刚才讲的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恰恰是我们看到这种像 其实在文学里头的专门有个词 就是这个克里斯蒂娃讲的 他叫护文性 对对他不会用那个就我们讲 你就不上来一个道德审判 就真正有意思的 比如说我包括我在看电影看小说 看那个这个当代艺术作品 我其实真正觉得里头特别有意思 就是你去看那个护文关系 这是给你一个小绳头 然后你就从这跳跳跳跳跳跳跳 都不知道跳哪了 完整你越挖越深就像那个寻宝一样 这个是因为每一个作品和每一个作品 你想做成一样也是不可能的 他都会有他自己的那个艺术的表达的意图 有那种差异 然后使得我们共同都使得这张网 越编越密 越编越丰富 他的那个美学性 然后每个人都使得他的美学价值在延展 那个是艺术家真正觉得激动的 是的是的 其实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说不要把一个艺术的成果 我们艺术家呈现的一个一个一个作品 看成私有财产 对 他是属于前人类的 属于人类文明的 这么想 那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但是问题是 但这里头你要说的 也要跟孙元刚才讲的那个有关系 就是这种不把它当成私有财产去占有是双向的 就是我作为创作者 别人用我我也挺开心的 对吧我用别人的 那这个里头 因为我们艺术里头是跟经济生态绑在一起的 就是还得回到人品层面 艺术家也是人 就是你做人的层面 你得你得这个或者比如说我从谁那儿得到灵感 我说我从你那儿得到灵感了 咱们叫同人创作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从从做人上 从一种人品上 那个就是你仍然是做人的层面也好 还是你涉及到经济的那个利益 那个该分账分账也好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我觉得 你既然要把它当成一个材料来用 那希望是你真的能够创作 赋予意义新的意义 赋予新的意义 对 刚才孙元一直强调很多遗憾 对吧 对就说你一定要赋予他新的意义 所以刚才有个粉丝就说的特别好 他说了四个字 先超再超超越的超 对 然后还有我觉得孙元可能你的粉丝很多 今天说你们那三人成虎聊什么电影 为什么停更了 这是我的责任 这是你聊一下 是我的责任 因为因为这个怎么说 就是因为疫情开始了以后 就是我们都互相不能见面 所以就停更了 就停下来了 就停下来了 然后我正好疫情期间我身体也不太好 我就有点就是 懈怠了一下 对 然后后面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喜马拉雅这个平台 它逐渐的有点没落了 就是它的听众也越来越少 然后实际上好多人也劝我们 就是换一个视频平台 但是我们就是有点老了 而且不知道该怎么换 就是这 就继续下去 我特别理解孙元老师 其实我们服务器艺术这个平台也好 包括我自己的视频号也好 其实包括圆圆 你们俩都属于一类人 得用我这种人在后面推着 对不对 我是个召集者 对吧 我得在后面推着 其实因为他们是思考的 是思想者 就是说 但是其实做这么一个节目 我们暂且叫个节目也好 叫个直播也好 其实它需要幕后很多工作量 对 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有好些机位 这个团队在你们看不见的屋子里头 有10个人 对 今天对我这个直播 你们看不到幕后真的是 而且他们会用半天的来准备吧 用半天的时间来准备 所以说我觉得我就特别理解孙元老师 就是他们那个三人成虎聊电影那个 为什么停更了 三个都是艺术 哈哈 我我我顺便说一下这个 就是我想到一个话题就是三人成虎 这个这个这个栏目啊 嗯 当时我们就是老采用别人的音乐做这个片头音乐啊 像我们自己就是原创一个啊 然后我们也不会 然后就请了一个 刘晓华会一点吗 但是刘晓华还没到你自己能啊 我估计他就是做曲的时候 他说比我刚才那个水平稍微略强一点 但是也差不多 就是哈哈哈 听起来很难受的 就然后呢 后来你好像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一个一个人做乐队的 然后呢 当时我我说我说我我给一个主题吧 我也因为我们不懂 我们没办法办的好坏 我说我说你就以老虎的叫声 嗯 为这个为为为主题 你就根本来一段音乐了 结果人家做的 哇哪里我一听 我那那就是人家是专业音乐啊 出来以后就是呃带着音效 然后也带着和弦也带着什么东西 水平就是不一样 嗯对吧 那那那如果是我自己创作的话 那我只能像刚开始那样 嗯对吧 哈哈 因为对于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嗯就是说我们在说 就抄袭不抄袭那个问题 嗯就是那对于初学者来说 嗯嗯或者一个不会的人想要做 人有一个基本的本能 嗯不是创造 嗯是模仿是模仿 对对对吧 所有的人 我们以为那个一个小孩子 他在什么不会就是就是最单纯的时候 他儿童创造力最就瞎扯 儿童有什么创造力 儿童什么也不会创造 他全部都是模仿 对吧他甚至就是他他唯一好地方就是他对他模仿的那个事物 他并没有太多的认知负担 没有认知负担 没有价值判断 他可以直接拿来就什么都用 嗯 我都呃 举例子比如我我画的第一张画我人生的第一张画我四岁的时候画的画的是那个呃 一个小时书里面日本兵去村里抢鸭子 太虾女了 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也许那个那个动态吸引我了就是画的日本兵抢鸭子 然后呃是就是别的小小朋友都看那个电视节目我自个儿在屋里画了那么一张画 然后然后非常奇怪我也画完以后我也觉得不好就是为什么画这么个东西但是当时就不知道什么东西吸引我 全不自信 画完了以后然后我妈一看说哎这这孩子这这么小就能这么专注的画画啊虽然画的这个主题实在是不怎么样 就是拿不出手的这些东西四岁你都知道拿不拿得出手 不是我妈是对啊他他他妈妈妈妈 你这最好你画画人家都画山的画水啊画奔马画什么熊鸡你这日本兵抢鸭子我这这那那就反正就是你再画点别的东西 我看着孩子是接触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 就是对是这样我们今天我觉得马上破一万了我们今天这个破一万我们就下播啊对 然后我呢再总结一下哈因为对 还有呢这里面我先念几个评论哈就是说看也也有很认认可我们的啊然后还感谢团队 还是感谢园队老师说只要园队老师来每次都听这是你们带来的粉丝啊也有很多孙岩老师的粉粉丝还有想看孙岩孙岩老师你四岁的作品还在吗 在哎呦哪天下次给我们看一眼还真在呢 对就是这是这是对夸我妈我妈就是特别有些就是我画这些外包东她还都收着但是我得找我不知道在哪 妈妈收了但是你不一定自己整理还在妈妈那吧 没事不是她她好像给我吧给我的我得找找啊啊说孙岩老师抢的是鸭子为什么没抢鸡哈哈哈对破一万了破一万了好我觉得我最后总结一下哈 然后今天呢首先我们肯定我们绝没有为为谁洗地的意思刚才说了他俩都不认识哈那个叶老师哈我是认识但是呢我们紧就艺术本身的问题 我们强调的是艺术家就考虑艺术这件事其他至于呃你触犯了道德触犯了法律 然后你该承担责任你要承担责任同时你要把别人的作品别人的东西拿来当材料用 你呢要赋予他新的价值才有意义差不多我今天总结的就是这样了吧 还有呢就像Richard Press一样我是拿抄袭当观念在做作品 那是从开始人家就是一个把这个观念植入进去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也举了很多具体的案例具体的人 然后我觉得刚才我这几句话 基本上有算一个梳理和总结 你们还有没有补充的 如果有补充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就下波了 就是我想补充一个我们一直都没有涉及的话题 就是其实艺术里面有大量的被这是我觉得好像是中国的这个艺术圈里有一个习惯 就是容易把这种高度相似的出现的现象都称之为抄袭或者剽窃 但是实际上这里面有大量的是撞车 对这个撞车在西方的这个就是艺术从业者里面实际上是出现的频率超级高 而且就是说每个人就我原来说过这个话题就是 每个人对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创作线索是非常非常的坚持 非常绝对绝对不会因为说我呃你你也想到这个 然后我也想到这个 那我就把这个事让他绝对不会啊 就是因为我我思考到这一步了 别人不能代替我思考我一定要做 那么撞车只是一种结果就是说那很多人撞了一块 那这个东西可能有好多是牺牲的要牺牲掉 对吧可能你大车跟小车撞大车留下小车报废了 对吧但是呃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说 撞了一报废就报废了 因为我我就是我在这一步上面所谓的报废是他在市场层面没有获得认可 没有换换取价值 但是对我个人产生思考价值 那就ok 那我坚决做啊 因为因为就是说这个每一个人的艺术生涯都不会锁定在某一步上 都要往下持续的 那每一步对于他们来说都认为有价值 这就ok了啊 对于撞车来说无所谓 他们西方的那个那个艺术不要说 不要说这些没有成名的还在呃工作室里创作艺术 就是已经进入创业展进入美术馆里 仍然出现大量的装车现象这个我自己参展我都见过好多这种类似的对吧 但是这种装车实际上我觉得它是相当于在一个空间里面没有交叉的好多线条 然后你在从某个角度看的时候他们是交叉的嗯 但实际上你换一个角度的时候它是这样的啊 对吧 就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独立的线索发展 就在这一点上你从某个角度看它交汇了仅仅是这样而已 嗯那我我觉得实际上在中国应该也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 但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大家觉得如果撞车了那就失去意义了你就不做了 或者你就要要躲开要要要绕开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有点过于的呃太想功力的事太多了 对这是不是一种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是有很多方式就是你你你可以绕开 嗯这是一种方式啊 因为呃很多人认为做当代艺术就是我们要了解到一些东西 有时候我们知道其他的艺术家做了什么的时候 呃我们学习别人做的东西学习完的目的是为了避开它 嗯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种方式 嗯只是一一种这个理解方式 嗯那还有可能就是当你知道这个东西 因为好的艺术啊实际上它有一种魔力 嗯这个魔力就是它会你会不自觉的受这东西 你看你脑子里总是有这个东西就跟那个音乐 为什么有那么高度相似的因为音乐一旦那个旋律出来 你被吸引了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 你一写可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那个调都出来了 是的啊这这这就是艺术模拟也也就说它是个坑 嗯那那可能你就需要掉进这个坑里然后再爬上来 对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撞车你可能从这个角度看他他撞车了 但你这么看他各自在自己的线索里面 可能他自己再深挖他们俩 其实那个撞车又可能他又新的意义又出来了 我想接着刚才孙元的话来说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那个我们艺术家真正要负责的是那个艺术价值 但是我想说接着孙元的话来说 你这个东西是原创的但是不代表他有艺术价值 原创东西多了对吧 然后孙元刚才讲的那一点跟撞车有关的呢 是说所谓这个新东西我们会误认为创新就是有艺术价值了 不是艺术价值不是关于发明一个什么物品明白吗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这个东西特别从来没人做过是个新东西 所以对他可能是个新东西 但是他可能没有任何艺术价值 所以你不要误把原认为是原创的就是有艺术价值的 原创的垃圾多了 然后呢你也不要觉得说哦 这个东西从来没有人做过是个新东西 他就有艺术价值 不新东西也多了 但一文不值没有任何艺术价值 他不是产品 当我们谈艺术作品的时候 他不是商品不是产品 所以不要有那个概念 就是不要误认为原创 就是有艺术价值的 新的奇特的 对吧就是有艺术价值 这根本 他不是那个我们去思考艺术价值的说 以他作为一个所谓的量化的那个指标 完全不是 所以不同的我们在形式上面那个所谓撞车 形式上面的撞车不重要 因为我都能拿现成品了 我还在乎形式上撞车 我的思考的那个起点意图 包括我可能未来的那个目的地 根本这个形式只是我艺术价值当中那个可见的那个部分 可感的而已 那个形式外观的那个形式作品的那个可见的形式不等于艺术价值 可见的你们敢知道的所谓撞车的那个形式不等于是艺术价值 嗯语境也不同 对吧 那个意图也不同 然后目的地也不同 对不对 都不一样 那他形式上面这个看上去的那个重点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所以你只要艺术家把这种在观念上面解放了 你就不会觉得说哎呦 我跟他撞车了 行上撞车 我就在这就不做了 嗯 对 恰恰是那个是数字艺术价 就是说你你你你只是只避开一个形式上的 没有用的这种相近但是就是思考是别人无法代替你的 就别人做了是思考是别人的 嗯 你只避开一个形式 这没多大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艺术的在某些问题上 嗯他的那个碰撞率就是特别高 对就会在某些问题上呃 比如说就是我我可能又会说说到敏感问题了 就是比如说像呃隋建国这个有说他是抄袭 就我觉得他这个跟抄袭没多大关系 但是他确实撞车了 这个这个我觉得是就是说呃可能就是他们同时跟历史上的某个艺术家撞车 然后啊他跟菲雪尔这种相似度问题这个我认为也是撞车 因为我觉得对于他们这种艺术家来说他没有必要就花那么大精力那么多年去抄袭别人 这就啊这个没有必要就是我觉得预设这种这种这个怎么说的就是诸心论就是你你你就是要抄别人就是就是要获得 我就我反正我我不是这样判断别人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确实是一个现象就是当这个做做雕塑的人转向做观念的时候 嗯嗯会在某个点上撞车嗯啊这个这个撞车率一定会很高原因是什么呢我可以具体分析一下嗯比如说这个所有做传统标速的人嗯实际上他们做的并不是他的那个彩那个那个作品的那个材料嗯啊他直接接触的是这个中介材料就是你嗯啊他最后做成树纸也好做成呃不锈钢的或者是铜的 然后呢他是用用锻造的还是用铸造的方法那有很多啊但是所有的这些材质都不是他直接接触的材质啊他直接接触的材质就是你嗯啊那其实跟你相关的呃就说有在你上面做手感的艺术家有呃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从罗丹开始啊罗丹像那个什么卡尔波啊他们这种都是就是在这个你上能玩出花来啊就是手感非常好 然后他翻成铜的或者呃做成铸铸啊铸铝什么这些东西你都能看出他就是他的肢体跟女跟你发生的那个语言嗯啊那后来有那个什么曼祖啊或者是呃这个不得不得是另外一种就是但是他仍然是你的语言嗯虽然他做的很很很硬朗但是那个硬朗仍然不是石头仍然是你嗯对那作为他们这些做传统雕塑的人啊或者做传统 泥塑的人 那他转向观念的时候 他必然会接触到 直接去触碰一个问题 就是他人跟泥 就是肉身跟这个直接材质 之间是一什么关系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不了解菲什尔在这个阶段 但我记得他一开始 是做一些有形象的小泥塑 这种东西 然后逐渐的转向 有手感的 但是没有具体形象的东西 那隋建国在 好像在90年代末 到2000年初的时候 开始尝试做这个盲人雕塑 那他这个盲人雕塑 实际上就是直接转向观念了 就是就用这个去视觉的方法 来跟这个泥来直接相接触 这个东西在后面开始衍生 就因为你有经验的人来说 其实他不需要用视觉来判断 对吧 他自己就能能拿捏那个东西 对吧 就是开始拿捏出来 然后后来可能衍生出对于手的这个负形 或者手手缝之间挤出来的某些东西 然后他在做你讲 这个是后面 但是就说肉身跟泥之间的这个形成的这个这种关系 是他们转型当中可能撞车率最高的一步 因为他们都是从这个这个这个东西走过来了 那对于这个问题来说我觉得 这个首先我觉得跟跟这个抄袭不抄袭无关 但是每一个人你你不可能说直接蹦出去 对你总要通过某一个阶段对这个问题承认之 然后进入到下一步 所以说你你下一步做的好不好 所以还是仍然没有逃出这个这个就是这个肉身跟泥之间的这种这种观念 仍然没有没有做出来 那那个是水平问题 但是首先他们的思考应该都是很认真的 甚至我说在医术的某些环节上 就是就算他不撞车别人也会过来撞车 因为总会有人在这个问题上会进行思考 思考完了以后 那大家可能就要经过某些必经之路 而比如说这个爱因斯坦那个相对论或者是量子力学 可能不是由他们发明就是由另一个人发明 在早晚因为就是大家走的方向逐渐就走到这块了 就是就是早几十年晚几十年 然后是落在这个人头上还是落在那个人头上 早晚就就就会那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只能说不回避就完了 对对对吧 那撞车就撞车了 那做的好不好 那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说谁抄谁 我觉得大家都是严肃的艺术家 没有必要搞出新论就完了 对好像其实远远我跟你也讨论过 因为当时有一篇文章就说是水建国抄西没有非事 你其实你当时观点也说 你说抄西你也不认同它是一种抄西 对吧 你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因为我不像那个这个那么了解啊 但是我想说就是我其实我们谈一个具体的案例的时候 就跟说你刚才说直播间里头有人说我们给谁谁谁洗地 呃我想说的是我作为呃那个我的角度批评家 我没有兴趣那个捧一个人或者踩一个人对踩哪个个体或者是这个贬低某个个体或者是吹捧每一个个体我没有那个兴趣 是我的那个兴趣是在于说观念上面能够去转变人的观念 嗯所以之所以谈到具体的案例的时候就刚才包括那个顺元讲水建国的才说这个是撞车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大家都经验你你做一个特定的媒介的时候我们都得通过就好像他是一个窄门一样 嗯你可能在形式上看比如说别人说你是撞车是抄袭还是什么 我觉得艺术家就承担这个所谓的来自公众的道德的那个压力 对吧因为这就是你的那个必由之路 嗯 这是一个必经之路就好像我们讲刚才说撞车是来个交通上面词语你在扎道上面 大家都得从这出去嗯对吧 那你就肯定必然会会撞车 我想说的是艺术家不要对撞车或者在形式上面的这种这个大家看上去的相似 或者是重复不要对这个东西自己先做道德的嗯那个阉割和审查嗯 这个对于艺术家来说特别重要 为什么呢 别人也做过跟你做的一模一样 但是我做这个事情这个作品不是我的终点 嗯 而是我的过程我本我必须从这穿过去嗯 那么在这一步里头我在这个中间的这个阶段我必然会跟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时候我的经验我们就是在这里会有特别多的那个相似性没关系 但是你必须你的肉身经验从这一步走过去这是别人不能替代的 所以我想说真正值得表达的是艺术家不需要在抄袭或者我们讲视觉上面的这种相似上面或者说我们讲所谓的ideal点子上面嗯 那个做这种有道德包袱道德审查自我审查这个是完全不必要的对我想说这个是值得表达的对有的时候要跨越某种心理障碍对其实是你对你你你你比如说做行为那么早期做行为的大部分都都需要经过一个裸体过程对吧就是这这这这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因为就是他用肉身财 还要来开始创作了嗯他必先必定先要对自己肉身有一个认知就是嗯把衣服脱掉就能面对自己嗯对吧就是你你这时候不能有任何这种包袱说比如说我我我我这个别人都裸体了我裸体我我这我身材都没他好对吧我这么说这能行你不要管这些东西对吧如果你认为需要就是你艺术家永远面对的就是什么东西是你认为魂牵梦绕的嗯迫在眉睫要面对的 你就去面对嗯你可以抛下任何包袱对吧就是就是我我我认为所有需要做行为需要裸体的都不因为自己的身材好而而脱衣服对吧那所有这个做行为不用这个裸体的方式去做而改改成一种日常那他仅仅是因为他认为行为应该是另外一种状态 或者他所认为的肉身是另外一个概念仅仅是因为这并不因为他呃身材好不好也不因为别人怎么样所以我我应该怎么样嗯嗯嗯嗯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是一个呃我们一开始搞艺术时就应该跨越的一个一个东西嗯嗯嗯对这有观众说了啊呃说那么多选择干嘛非要和别人像哈哈哈对刚才其实袁袁老师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 包括孙杨老师也回答到这个问题了其实艺术其实科学你刚才拿爱因斯坦举例你刚才也说到艺术它是一道窄门嗯就是说在这个窄门它既然是一道窄门它也它撞车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因为大家大家可能思考的关于艺术这个问题然后他会在这道窄门中发生这个碰撞和撞车这个很正常哈但是呢就是 如果你非要觉得我就非要不跟别人像那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不是我觉得跟别人像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这不是自主选择对对对对好比就说呃你你你给那个一群孩子发那个蜡笔和纸嗯他可能把那个纸叠上飞机扔出去然后把蜡笔都揪上头一个一个扔出去对吧他并不画画对吧然后他可能就是有一个呃 示范墙上有一些画蜡笔画很好看然后他呃你说呦还可以这样做呢这样做比那个把那个蜡笔都最后都扔了要好玩一些那他就开始做这件事这不是说他一定要跟人像或不像而是你自己要什么你不管别人嗯对吧别人嗯是什么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而做对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之所以讨论这 这一点其实就是希望那个我其实是默认把这个当成这个我们这个这个观众是艺术家创作者对其实我最想表达的是艺术家要要解放这个观念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你有一个点子你还没做嗯你这个你还没做的情况下面你这个点子就已经点子撞的程度更大嗯嗯懂吗做的层面撞因为好多人就是100个点子可能他就做了一个嗯对吧 我我想到的时候我就想哎呦我操肯定这个会撞对吧所以在点子层面是高度撞车我操撞的四处乱撞然后你说我想做了其实我就已经筛过了我觉得这个点子可能不会撞我才做你懂吗嗯好然后呢你又说哎我做了之后别人也做了但是你要知道同样一个事情你做和别人做嗯他做是他的肉身经验嗯你做是你的经验 你们下一步又会分叉嗯所以我是觉得恰恰我想说艺术家自己就要解放观念我的点子会跟人撞这是这大概率会撞不撞的可能性非常小嗯然后你做了以后也会撞只是比那个点子撞的概率呢这个要小一点小一点对不对然后但是你要有信念感是什么我之所以想到而且我把我的想法去付诸实践去做嗯 然后我其实相信的是我在这个过程整个这个艺术创作过程当中我的创作必须要做不做他妈的就得在这就完了就裹不去这一关了是我非得要做嗯你懂吗所以你不要觉得我们刚才说原打破原创的神话嗯原创不意味着他有艺术价值打破创新的神话那是做产品的对吧打破所谓 这些独特性的独特性的独一无二的神话嗯那他们早是浪漫主义的神话跟今天没什么关系嗯懂吗把这些神话都破除掉之后嗯那我们说今天谈抄袭就没白谈嗯不是在谈道德意义上面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们谈到这已经我自己我我我都觉得收获很大啊真的是因为一直在强调因为刚开始很多呃观众就在那很 很失望他们觉得他们觉得我们应该上来做到的谴责啊骂这骂那个开批判会对他们会主观以为我们上来是应该开批判会做到的谴责的结果发现这杀这杀货色上来没这么说你知道吗就觉得我们没水平说什么的对很好自己骂去吧对对对对对对但刚刚才其实呃呃你们两位也做了一些补充其实我觉得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刚才圆圆老师 也是在上半上半段的时候上半场提到的艺术价值和道德价值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关键一个关键点吧嗯对所以刚才嗯我们我也刚才做了一些总结两位老师也做了一些补充哈我觉得今天嗯不知道清不清不清楚了没事清不清楚也没关系哈今天其实我们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对哦那我们今天 今天就到这儿吧好谢谢两位水也喝完了水也喝完了也也也要感谢我们那个方姐的对酒水的赞助就说放水源太喜欢了一下子给我搬了好多香但是你们搬点回去对好好再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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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